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定眾, 大家好 很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現場 來參與我們DBC 我是黎質粉, 彪仔 我是林鐸, 彪王 我是陳凱帝, 你好 很感謝今天大家來到政府總部 我們這個活動 就會由現在黃昏五點鐘 一直到星期日晚上的十一點鐘 而星期日晚上的十一點鐘 也正正屬於我們DBC 數碼電台二波雲七日程的終結支持 DBC到時候也會停止廣播 反對滅聲 反對滅聲 還聲移民 捍衛香港言論自由 捍衛台灣言論自由 撐DBC 撐DBC 今天我們陸續會有很多其他 我們邀請的人士 來自各界會出席我們今天的活動 我知道明天星期六 早上也有很多市民會上班 甚至有些可能要回去補習 學科 不要緊, 你回家休息一下 亦都可以在明天繼續來支持我們DBC 我們很需要全香港每一位市民站出來 我們的活動再一次告訴大家 是到星期日晚的深夜十一點鐘 開期 我想我們這個都可以說 香港廣播史上是一個創舉來的 是一個歷史正義紀錄 因為我們的廣播是馬拉松的 這個二貨雲展七日晴 每天由早上七點鐘到十一點 但是其實今晚十一點鐘之後 我們都安排了 有些朋友上台裡面聊天、表演 直到天亮七點鐘 又接下去我們本台的這個 新聞篇地 一直到星期日晚的十一點 所以我可以說 這個是香港廣播的 這是什麼護士堂 不過這個是我們緩先的構想來的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 在十一點鐘之後 是不會影響到這個業主 因為我是答應了這個行政處 要跟大家講一句話 就說 我們沒有一個正式的申請的准許 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由於各位的熱情 和我們員工的努力 他們是讓我們在這裡 一起有這個進步 希望我們在節目現場的活動 完結了之後 希望大家離開 然後第二天再回來 當然這個是官方的訊息 我有責任要傳達給大家 不過我這麼說 大家我覺得行政處搞錯了 這個公民廣場的業主是誰 其實是香港市民 不是香港政府 不是香港政府 大哥 還有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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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的話 我們在這裡聽 我們的聲音 他們能否聽到 我們也說回 我們二波雲天的一個行動委員會 我們搞了今天的活動 在這裡 我們很感謝各界人士 還有一件事 我們今次的馬拉松式廣播 其實還有一個特色的 我們也希望所有 在香港的弱勢社群 不同的團體 你們可以善用我們這個平台 如果你們有這個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一齊在這個平台上 去討論問題 或者是帶出一些 你們社會關注的議題 因為我們的電台 是涉及我們全香港的市民 我們的公眾利益 這個是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電台 所以我們是全民廣播的 我們現在請林祐驊和黎澤民 跟我們講一下 解釋我們這件事 我們今次的員工是在失業之後 我們覺得很想繼續服務各位 香港廣大的市民 我們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 這個小組包括有鄭家庫 有Q仔 有凱琦 還有稍後都會來的李錦雄 還有鄧敬輝 加上小弟 我們就是籌備的小組 當然你會在今天見到的報紙 有很多是各界人士 包括社工 大學 很多其他議員 種族的團體 還有黃之鋒 很多不同的朋友都在那裡 抽水也要了 我們覺得 一個有牌照的網絡公司 為何會搞到今天這樣的田地呢 政府絕對有一個角色 他不能夠推遲 我們就很希望 當我們的員工 願意做一個星期的異國 讓這個牌照 繼續保留著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從報紙得息 也從台的管理層得息 是收到這個 通訊管理局的行檢 就說曾經在10月10日之後 是停播過一段時間 認為涉嫌是違反了這個 廣播的發牌的條例 既然他發出這樣的信 為何不再做多些事情呢 是吧 表仔 大家看到 這個政府說得到那一套 其實理論上 由上個禮拜停過之後 已經有五天就沒有廣播了 如果這個通訊事務局 即是發表的聲明 是覺得涉嫌違反這個廣播條例 其實現在就應該收到牌了 即是收到牌的話 黃楚飄他們上個禮拜 即是早兩天就不需要 入民法院 就為了保障他們股東的利益 而今天其實已經進入了我們 這個DBC 即是這個Duckon的護計師行 即是接管了 現在上面繼續廣播 不知道可以廣播到何時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這個二播行動 這個香港有史以來的 廣播馬拉松 即是廣播的胡士托 一直會堅持下去 直到禮拜天晚上的11點 為了這個公司的牌照 我們不可能在這個活動 是做直接轉播 也不能夠做這個轉播 但是我們為了海外的聽眾 知道我們有這個聚 在台的主持人 是會不時會突擊 直擊地報到現場的情況 我向大家保證 盡可能 我們將我們這個現場的情況 向今晚沒有機會來到的聽眾 和海外聽眾 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事實上呢 除了這個DBC會轉播 即是由現在開始 直至到禮拜 晚上11點的活動之外 其實也都可以多謝很多 這個網的朋友 例如一個香港人網 還有我們也知道 社會十六social director 都會在這裏錄影 是 做RTV 是 做RTV 我相信有很多香港的網台 或者其他新聞媒體 譬如我們今晚在這裏節目 有朋友通知我們 因為他認識是CNN 可能連CNN都會是 拍攝有關今天的情況 我們非常感激 我們的同事 現在劉絕營在這個數碼上 繼續做他們正常的廣播 我們那個是二播七日程 就是為了盡最後的努力 告訴政府 我們仍然很樂意為廣大的觀眾服務 但是一定要他們快快去介入這件事 他不可以作為一個發牌的機構 完全躲在寫字樓 然後就說 這個只不過是股東之間有的爭議 我覺得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這個解釋 這個是一個絕大的謊言 已經是荒謬 其實事實上 由這個10月10號 這個DBC停播之後 我們由今個星期開始舉辦的 二播雲天七日程 那件事件 已經不是再是這個DBC股東之間 爭辯的所謂商業糾紛 他們的商業糾紛 就留在他們的法律訴訟去自己解決 但是大家知道 這個我們DBC 和一般的商業機構是不同的 這個情況 我舉一個例子 跟這個ATV 亞視是一樣的 大家雖然可能很少看亞視 但是亞視都存在了很久 而且亞視一直有股東的爭辯 也有訴訟的 但是大家可不可以想像 因為股東的爭辯和長期虧損 現在其實亞視一直有很多時間 那會不會因為爭辯和食本 突然間停播 而蘇錦良可以說 這個是股東的爭辯而不理 根本沒有可能 同樣 這個DBC是一個發牌的電台 不是一般的商業電台 不是一般的不用發牌的 比如像網台那樣 撿了一張報紙 有人會搞第二張報紙 那當然就不會關這個政府的事 但是這個發牌機構 是政府經過嚴格的恩選 才會選到幾個有條件的刑犯商 包括我們DBC 包括這個鳳凰丘越和這個新城 當然這個香港電台作為公言廣播 免費有五條數碼的頻度 那大家也知道 我們這班股東爲什麽可以拿到這個牌照呢 原因是第一 他們有足夠的財力 你知道我們這些股東過得很厲害的 都是香港的名門望著和富豪 有這個所謂深圳的李嘉誠王楚彪 有這個東亞銀行的兩兄弟 李國寶 李國章 李國章還是現在特區政府裏面的權貴 就是這個行政會議成員 有黃子欣先生就是韋爾達 是一間很成功的上市公司 是一間神家 也有蒙文偉坡過身 大家知道你用這個Panasonic 就是它的產品來的信興 那就是大班 何國輝和夏佳里 那你想想這班加起來 我想最窮的是何國輝和大班 其他的起碼是數十億至數百億的身家 加上過千億 所以政府才會覺得他們有足夠的財力 發個牌給他們 那當然也有專業的人才 例如大班 還有熟悉搞這個傳媒的何國輝 那才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給他一個牌 那他們也是在這個牌裡面 是承諾過投資六億二千萬 但是大家看本資就知道了 現在so far 這班股東只不過是出了一億五千萬 還是處於這個投資期 而一億五千萬裡面 若某一個二千萬就是以前 在投這個數碼的廣告之前 他們投了一個AM牌 不過AM牌就是起發射站受到阻撓 不成功浪費了二千萬 所以嚴格來說 跟DBC有關的投資就是一億三千萬 一億三千萬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四千萬 就用在搭建那些發射站那裡 大家知道這個搭建發射站 主要就由幾個有牌的電台 包括我們 這個新城和這個鳳凰丘月 再加上港台 就按比例攤分的 這個DBC就已經用了四千多萬 所以就是說實際上 用在這個節目請主持人 以及在租金裡面 都不過這個一億的 那你想想 好 嬌仔 你一會兒繼續說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在這個廣場 那裡人越來越多了 那現在請在那個車 那個閘口前面的一些 我們的聽眾 小心啊 或者是退開一些 因為我們要將那個車的閘起 然後可以等其他的人進來的 小心 小心讓開 對 這是你的背脊 對 這是你的頭部 不要有什麼損傷 如果再晚一點 越來越多的聽眾 對 根本後面 大家參加過國教的集會 就知道了 那條馬道可以坐就行了 其實 那我都知道 因為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地方 我們TBC數碼電台 亦都有很多高公婆婆聽眾 那他們今天都很有心 來到我們這個廣場 那如果你們附近 都有一些高公婆婆 或者一些長者 麻煩你們照顧一下他們 如果他們有些什麼 頭暈生氣 或者是需要我們 立即要去幫忙的話 我們有一個急救站在那裡 請你放心 最緊要你要大聲呼叫 還有一點 是希望靠牆邊那裡的朋友 是希望留一條通道 因為行政署 晚客還有少量的人士 是要上班的 還有那裡也是一個安全的通道 那大家幫幫忙 我們這裡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就是年輕人比較少 我們應該要向那些年輕人學習 他們搞了十日 這個佔領政府總部 大部分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 他們都是別墜井井有言 而且是自動開了很多這個道路出來的 我們沒理由 我們是長輩 做得他們的老爸 或者是爺爺 我們沒理由 表現會差過那些小孩子 是嗎 是 阿嬌仔 不過學無先後 他們這麼成功 有地方 哪有值得他們學習 那當然是 正如阿林伯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 會搞這個異國行動動 是會把這個港國搬到這裡 因為阿林伯說過 沒理由 黃之鋒 他們十幾歲的年輕人搞得好 我們一定五六十歲 這些東西都搞不定 要不然 我們不用做人了 阿嬌仔 給我再說一件事先 現在在我 我的右手邊 在那條通道外面 我知道聚集很多我們的聽眾在這裡 請你們走進來 因為那條通道 就會被行政署的一些員工 他們上班用的 要不然 他找不到那條路 去返回他們的寫字樓辦公室 所以我請 我右手邊 這個通道那裡的聽眾們 是的 我們就合作 沿著通道那裡 有入口走進來 如果你有需要什麼幫助 我們的員工一定會給一個指引你的 謝謝 我們向天橋上的朋友 是鼓掌 如果你們聽到的聲音 你們在鼓掌手 謝謝你們 謝謝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可以繼續下來 在這裡 我覺得我們現場的聽眾 都給了掌聲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相信 原來真的會發生的 我們DBC數碼電台 深受全球海外華人的歡迎 有些海外華人 他們說 他們真的 這次一定要 用腳走回來 那他就搭飛機了 不是開玩笑 為什麼呢 例如包括 新加坡 台灣 北京 還有 在溫哥華剛剛下飛機 我們在這裡 很感謝他 是的 凱琪說得對 因為剛來的時候 已經有一位在加拿大回來的朋友 特地搭飛機回來 他太太還在加拿大 凱琪說得對 我跟他聊了幾句 是的 我們繼續 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很快就會開始 我們的節目 有論壇 是的 今天陳凱琪是我們大會的 節目的主管 這幾天 星期六星期 凱琪都會跟我們編排 在我右手邊 就是我們會場的總指揮 稍後 陳凱琪 先介紹一下你 我自己是… 陳凱琪就是我們 這次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 召集人 還有鄭家虎 鄭家虎 鄭家虎今天會有些公事 他大概八點鐘都會來到現場 因為知道 鄭家虎是勞虎功高 你知道現在我們每天都收到 律師信 主要大班 很多法律上的訴訟 都要鄭家虎幫忙 所以他也很忙 在這裡我們也要很清楚 交代一件事 我們很快會正式開始我們的節目 由於何國輝和鄭英漢 有一個訴訟基金 我就不想… 可能… 我不知道… 人心難測 你知道嗎 我們等一下 如果我們需要去說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會派出我們的義工 或者我們的同事 他們會出來 看看大家能否出錢 去幫助這個訴訟基金的話 我們之前一定會在這裡通知了大家 所以你們要認清我們 我們如果不休息之後… 坤英提示 每一個負責籌款的同事 待會都會上台 量一量相 讓大家認得去 是的 我們現在會有一些… 我站在這裡給大家看 我們有一些徽章 這些徽章也是我們隨緣落坐的 因為這是給你做一個紀念人 好嗎 在這裡也要再三提醒 仍未來到會場的家庭聽眾 或者網上在我們 我們很感謝SOWREC ROTV和人網正在做現場直播 我們很希望網上的朋友 請你們告訴你們 今晚我們一個很有意義的聚會 我們也歡迎香港任何的網站 甚至是主流的媒體 雖然這個希望很渺茫 我就不相信無線 亞視或者友善NOW 就會直播我們的活動 甚至可能新聞都沒有 大家知道今天 其實昨天我們開啟的會 只有一個電視台就是NOW 所以也很感謝NOW這個電視台 其他電視台都說這件事是舞蹈的 包括這個無線、友善和亞視 希望今天有沒有在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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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一些新聞從業員 積極去採訪新聞 好啊 不過我們要說一個公道算法 剛才我是大概五點多鐘 就見到一個電視台的記者 他就不是採訪我們這個節目 他就告訴我 他說他作為同業員 從業員他很支持我們 不過你知道 這個公司在新聞主公的一個廣播機構裡面 是有很多層次的 是有人決定了對一個項目 是用不用 用多用少 這個是前線記者是不能夠控制的 我們不要迷難這些前線的記者 這個得不加自己一次 我作為一個廣播公司的GBC的成員 譬如前職員 或者大班的好朋友 我第一件事 我好看不過眼的 全公司是沒有大沒有小的 是很自由的 每個人都會給大班 這個是一個很不同的公司 但是我說的是公司 等一下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在這裡工作的時間很短 但是有很不同的感受 今天其實這個傳媒冷待 我們GBC的事件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家知道 這個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 香港已經進入幹部治港 西環治港的時代 你看看今次這個立法會開羅 本來應該十月 就是梁振英 應該發表事件報告 結果不知道什麼原因 押頭不知道是不是 爺爺麥奇 就是等這個 開十八大之後 才發落 但是 他是利用第一次正職會議裡面 就去立法會的所謂答問大會 而不答問的 不答問的答問大會 就做了一個變相的小型私隱告告 那時候呢 不受到立法會議員的質詢 反而 就約了所有傳媒的高層 那很明顯 他是很有信心 香港大部分的主流傳媒 當然不包括DBC 都沒有約過我們 他當我們撿了一顆 那就是做一個所謂 這個問題呢 打幾個電話就搞定了 他是打給傳媒的老闆 還有那些主管就搞定了 好了 那我們即將開始 我們其他節目的廣播了 一會兒我們會有 我們在DBC數碼電台 也是一個給民眾發聲的平台 十級自由工的 那我會請我兩位主持人出來之前 那我應該預告一下 應該也有很多的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呢 其他界別的人士呢 這次來撐我們這個行動的 那我都請呢 現場的一些市民 又或者呢 現在聽著心機的市民 如果要聽我們的新聞式的報道的時候呢 知道我們呢 今天在這個政總呢 那也都可以呢 呼籲其他的朋友啊 或者是他的家人啊 這樣站出來 去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啊 那 我們現在啞指好號 好嗎 好 反對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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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一張時間 交給康永孫和劉世良 好 大家呢 怎麼知道呢 我們的十級自由風呢 就是我們王牌節目之一來的 那為什麼叫十級自由風呢 就是因為以前黨台都叫自由風自由風 但是黨台的自由風自由風 都有一支咪 就是在港台被封了 那個就叫吳志森 吳志森 那吳志森呢 今晚呢 就現在降雪 不過他一會兒都會趕到來演唱的 那這個節目呢 為什麼叫十級自由風呢 就是因為我們相信呢 我們才是真正 是看香港言論自由 是看香港言論自由 那個能量 那個power 給這個 大家也有聽過 現在新的港台的自由風 今晚已經弱雞到沒有力 是十倍於這個 港台的自由風 所以叫做十級自由風 那今天呢 就是這個節目呢 大家知道呢 其中呢 經常都 就是你聽到的心機裡面呢 都會聽到的 就是 劉世良 和鄺榮軒 你好 因為今天劉世良 其實有些不舒服的 所以他有些感冒 變成呢 他情傷我 就客串一起做過節目 都不是情傷 你都是主治人 我沒有做過自由風 反正 就是我在DBC沒有做自由風 你沒有自由風 沒有啊 我今天連這個新聞報都合轉了 所以現在呢 我和你合作過做這個 前一後港 前一後港 我們都做過很多 Live 做過很多 攻擊節目 一個星期就玩完了 是啊 這個 你主導 你主持來今天這個自由風 李沈唐發 我們寫命陪君子 說什麼都可以的 呃 因為先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我的聲音就很暴 所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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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跟我說一下 不斷這樣咳 大家以為咳 咳 那就是原牆走 不如就說回 因為為什麼 剛才有講到半還沒講完 關於DBC 就是為什麼會有業務行動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其實這個是打壓新民權的自由 到這件事件發生之後 現在傳媒的冷袋 都值得討論 其實呢 我們現場 是有一位立法會議員 是到了 是來撐我們 是嗎 范國威是嗎 OK 范國威手來 范國威手來 董蘆艦 董蘊艦 董蘆艦 董蘆艦 其實立法會的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毋文呢 剛才都有到場 不過今天阿毋文呢 就洗了腸 就是他沒有力 他要過 可能接客後再來來參考 大家都知道 其實立法會現場裡面네요 亦都是打生打死的 就是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裏面 建制派提出一個修訂 阻止議員不准他們再拉布的修訂 很難得范國威在這個時間 還可以在打仗之中 出來這裡打完這一場仗 范國威你好 一邊說好 大家好 立法會現在先 一定要走出來 其實都很諷刺 我們就在議會裏面繼續捍衛 作為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代議事的發言 捍衛你的言論自由 同一時間我們都要站出來 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 是 現在有另一位立法會議員 就是毛孟靜 公民黨的毛孟靜 當然毛孟靜大家也知道 毛孟靜以前都是做CCTVB的 不過以前是做TVB 如果毛孟靜在這裡 就不會變成CCTVB的了 所以都要站出來 和毛孟靜一起站出來 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 議會裏面 就去捍衛立法會員監察政府的發言權 在議會外面 我們來到公民廣場 和大家一起去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 我非常抱歉是遲了一點點的 因為我剛剛五點半才在浸泰新聞系落堂 各位我們要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我們一定要撐DBC到底 今次不是撐人 我們要撐這個平台 是不是 大家同同意 同同意 同同意 謝謝 其實都是撐我們自己 撐香港 香港 香港 大班的香港 香港師生笑你 為甚麼你發音不准 我認為大班的香港 是呀 是呀 他在這裡嗎 今晚 會來的 是嗎 叫我出來 出來 香港 那是大班還未香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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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站住 我們要站住 就這樣說了 蒙曼征 你來到 剛剛說了《心文自由》 我以前記得 我認識你的時候 那時候你又不認識我 我記得有一次 禮質粉很出名 不是呀 不是呀 你之前做了幾次很威風 又年輕又美女 又四年 現在不漂亮嗎 我太漂亮 現在不是 現在是美不漂亮 美不漂亮 美不漂亮 謝謝 很緊要 有一天肯定 你一定大家都做過GVB的 就是年輕美女 你現在肯定漂亮嗎 劉慧卿 這個沒有人在說的 很帥 跟大家先預告一下 我就一早跟林毓華報名了 我本來就搞街頭論壇 通常就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來著這個星期日 我就說你鄭經看出來我才搞 你鄭經看不出來我就不搞的了 但他們就說原來在這裏 一路二播到星期日 那當然是搬來這裏開 對 接下來星期日下午三點到四點 我的街頭論壇就宜師來這裏 我找到大家說一次名 大家拍一次手 潘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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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廉山 杜耀明 恭喜你參賽 阿黃曼靖 我很記性 我包你不記得 你知道我第一次見你 在哪個場合 現在跟我罪咬嗎 不是罪咬 那時候你不認識我 我只是年輕人 是呀 喂 他最喜歡說 他就說我很小的看你報新聞的 那我就打他 很小的 那時候來講 就是在西環觀龍樓 還有樓千石 有一個我都不記得是甚麼活動 當然是民間的活動 你來到現在不騷我 你只騷我 他說工人權益 那就是樓千石 是呀樓千石很紅的 那麽漂亮的女記者 就是我來的原來是吧 是呀 你來的 黃曼靖 你不問我拿電話呢 那時候我怎麽按 自卑就到今天了 不是吧 不是 今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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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都不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兩子之母 你不要亂來 我調戲梁家婦女 沒有 劉慧卿幸好不在這裡 你死了 我不會調戲劉慧卿的 哈哈哈哈 喂 繼續 喂 做主持 老實說 坦白說 我們講開呢 其實開始之前呢 有講到關於DBC的事件的 我剛才講到呢 其實呢 那個所謂投資五千萬呢 有二千萬就去了這個 AM就浪費了啦 接著有四千萬都是基建那裏 真正用在DBC 譬如租金啊 就是那個營運呢 其實是九千萬 但是我們就是 去年呢 就是年頭呢 就已經開始 一間公司 組成了上班了 正式試播呢 就是我負責的大錢臺 第一個節目呢 就應該 如果喜歡賽馬 這朋友就會記得的 就是 剛剛就是911 就是911 就是賽馬播先 跟著呢 就有這個 足球的節目呢 就有小米 現在都在現場那裏 然後大展臺就開始了 當然 大展臺開始之前呢 最先講過 其實有我們的大歌臺 和這個大戲臺的 但老實說 你就這樣講 這裏很悶的 不是 有人說 你這盤數呢 是否可以拿出來 給大家看 什麼KMPG Modited 這樣說 是啊 今天有會計師上來 是嗎 有得慶祭師行 有得慶祭師行 是啊 但是怎麽會不看數呢 做生意這麽厲害 是吧 由頭到尾 就是 都看完 如果有差事 他還不告到 大班派在那裏 是 是 是 阿詠圈有話要說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你講完沒有 你講完 我想告訴大家 為什麽這件事件 不是簡單 不是肯定增加 商務糾紛 亦都不是說 經營不善 有的人說 做生意 蝕本 蝕本 我就要收回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答應了 這個政府投資6億2千萬 用在這個電台 只不過是9千萬 現在還在投資期 大家知不知道 新城 老闆是全香港最有錢的 李嘉誠 是做了幾多年 才是big even 20年 我們很有信心 如果是 這個董事 這班董事 這班股東 是履行對政府的承諾 和他們董事會 不住的決議 注資5千萬 這個 明年我們已經big even 那有什麽理由 處於在投資期 即這個突然之間 那頭說完說注資 那頭就不給錢 就說有需要有問題 這不就是玩了嗎 真是 對 第二 不住資不買賣 是非常不尋常的商業 是 為什麽 你從來從這個商業局 即是說做生意 如果你認為 我都有方法解決的 如果你認為 大班和俄國輝 本來是不行的 就炒了它 它可以換個 即是管你層的 又或者 即是買了大班給你那份 早前大班提出過 快點反過來 你不肯買了 那就賣回你那份給他 剛剛才 那沒理由寧願 這個虧本 變成零 都要令他倒閉的 那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他們現在 只是浪費錢去打官司 都浪費了成二千萬 那有沒有搞錯 即是你注資他們那份 五千萬 他們佔百分之五十 都是二千幾萬的 那是不是玩了 不過據我所知 除了黃楚彪 這個所謂深圳的 即是李嘉誠之外 他多次揚言 即是股東會 即是董事會裏面 因為那頂錄音帶 其實大班就在辦公室 因為我們質疑他的說法 這個說不說得 我怕甚麼 我又沒有禁制令 禁制令 禁制令我就要說 他理得好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個錄音帶 我都聽過 我拿了 那就是 他揚言 第一 他的股份 不能賣 第二 他說中聯辦 要我們大班 收聲 是不是 這個 擺明就是一個政治打壓 一個政治原因 還有 最後 最近做了一件事 就是貴為 現在梁振英這個 特區政府裏面的行政會議成員 那個李國璋 他居然說甚麼呢 他說就這件事 他一定要 叫玉石俱焚 這是我講的 你講 不是 我聽回來才知道 你聽回來 你聽回來 是他講的 我聽回來是他講的 這是道聽圖書 是道聽圖書 不要挖他 如果李國璋認為我是誹謗 他就告我 我不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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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一直來 毛孟靖問我 為甚麼你這樣縮起來 做甚麼 你是主持人 搞甚麼 其實我坐在那裡 我很害怕 我為甚麼很害怕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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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 我為甚麼會很害怕 其實這座台 不斷在那裡 嘔嘔嘔嘔 這座台 不斷在那裡鎮下鎮下 我這座位已經很害怕了 不是很害怕 這座位已經很害怕了 這座位已經很害怕了 不斷在那裡 還要剛才 不知道大家聽到嗎 就在那裡 我怕會這樣 不知道想怎樣 為甚麼會說台 其實我們在申請這個地方的時候 根本沒有說過 我們要自己設置這個台 我們其實可以用後面那個石 好像你 石層 法文思潮 法文思潮的時候可以用 但當我們來到的時候 居然立即已經鐵馬 哇 直接一個東立這樣圍著 麻煩你不要去那裡 所以我們臨時臨急 在最緊急的情況之下 才找到牛幫手 才整個台出來 其實為甚麼現在要遙控 你們很害怕 謝謝阿牛 謝謝阿牛 謝謝 因為我們很感謝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他可以幫我們設置這裡 大家不要以為這些很簡單 雖然你覺得很重建 阿牛 大家要理解 我們說這件事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為甚麼 黃曼正 在這裏 你講完 台塌了 不關我的事 大家小心點 我已經受到重量 特區政府整鼓的 其實民間電台 已經是24小時 正在傳播著DBC 謝謝 不好意思 只是漏提了民間電台 再說一件事 還沒說完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去後面那個石 為甚麼我們臨時臨急 要搭這個台 要另外一些燈光再搞過 你說政府是不是玩東西 還有根本 如果我們可以 他沒有解釋 他說不准用 最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退後一步 其實他會穩陣很多 現在為甚麼 大家真的搖搖立 我不會再摸 他已經很害怕 那個桌子是震的 不是 有一件事 我解釋是甚麼 特別感驚阿牛 我就不知道 我看報紙 早幾天看到 原來阿牛的媽媽 剛剛過世 你想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很拍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阿牛都義無反鼓出來支持我們 是的 我們非常感驚阿牛 給點獎勁阿牛 好棒 大家不介意的話 就聽多一句 拍多一次手 明天是民間電台六 沒有搞錯吧 七周年 七周年紀念明天 好棒 好棒 阿牛獎明再提多一次手 謝謝 恭喜你為台慶七周年 我們明天應該安排一個時段 給這個民間電台做節目 好嗎 明天晚上 好嗎 你不用出海去釣魚台嗎 喂 喂 不要亂爬 你行不行 這不是釣魚台 大哥 這不是釣魚台 好嗎 一定不去去的 那我當然是 曹光養晦 好 好 不過阿牛 有一件事 阿羅就建議你們可以做 因為你們好像有一個流動廣播車 對不對 先轉播著我們這個節目 你就可以把流動廣播車 在全港九新界各區不斷流動 令到很多不是聽到DBC的民眾 都聽到DBC今天這個二二播的行動 那越來越多人會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是 阿嬌仔 那我一一回應兩句 昨天中心法院就著那些嘉賓出席 有沒有違憲 阿馬丁說呢 有機會贏 贏了的時候 就是所有嘉賓去民間電腦 說話都沒有罪 那我們就希望呢 港大市民借一些天台給我 讓我動發射機 那就可以全港覆蓋 是呀 如果是DBC 就變成了聲音 可以去民間電腦開咪 我不希望DBC不升 唇亡此寒 大氣電波到今天還未開放 我們希望多個平台給人發聲 所以我們群群群群群全力支持DBC 好 我們應該給了一個機會 就是范國威 他坐在那裡 沒理由 我們有一個嘉賓上來 然後坐在那裡 范國威 是我是想說的 范國威 范國威 我希望呢 我的右手邊 我抬台的這裏右手邊 在行人通道的那些市民 請你呢 走進來 因為我們這裏的右手邊 還有空位的 如果呢 後面的旁邊那裏 如果不可以坐滿去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 讓我們現在在後面那些市民呢 讓他們呢 有個空間來參加 是因為這裏越來越多人來 是啦 因為呢 你要坐滿了這個 我們右手邊這裏 然後才在後面呢 他們才幫我們呢 封好那條路呢 等其他的市民 一直陸續在後面那裏坐的 所以請你們呢 幫幫忙 我右手邊通道的市民 請你幫幫忙 好 范國威 范國威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想說回呢 就是阿牛的民間電台啦 大班 DBC這個台呢 就是透過一個的 數碼廣播 這個新媒體呢 希望為香港的言論自由出分力的 民間電台過去的七年呢 都是以一個公民抗命的形式呢 去嘗試呢 去測試政府的底線 希望也都是開拓一些新的言論空間出來 給香港人發現的 他們也都捱了很多年 也都是捱 背了很多的官司在身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香港人 在很多不同的崗位上面呢 都嘗試是繼續去捍衛我們的 核心價值 而核心價值裏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當然就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所以在這裏呢 也都是要向DBC 這次這個二播的活動呢 是要致敬 所以要走出來 是要… 還有一個建議 因為在座兩個立法會議員 其實這個民間電台的問題 是很容易解決的 那大家知道 現在港台都多了五條的 就是這個數碼廣播頻道 但是港台就沒有新節目 它只不過跟AM就同步廣播 就是一條是BBC 一條是中央台 另外三條呢 就是我不知道它是甚麼節目 它有些翻炒的節目 可以給一條頻道 給了這個民間電台呢 是啊 很簡單的嘛 是不是 因為基本上 這個港台都是我們出糧的嘛 沒錯 因為其實是納粹人 每年還多是五億多的嘛 大家賺不賺錢 賺錢 賺錢 解清一點聽不到 賺錢 民間電台它最初開檔的時候 就真的七年前左右 拿牛來找我 說在街頭 旺角行人專用區那裏 就是非法廣播的了 那時候 就問我去不去 那我徵順一些所謂法律意見 就說不要啦 不要搞這種事啦 我坐在它都傻了 照去 它是沒有告我 我就很出奇了 什麼啊 什麼啊 你也有反惱的 你也嚇得我 他也沒有 我和你一齊的 到時候 那他有沒有告你到最後 沒有告到的 那次 有告的 沒有啊 他嚇我了 他叫我說 你得閒的時候 在你方便的時候 就請你上電訊局 來跟我們談談 不是啊 我永遠都不得閒 沒有… 那麥白肯定有告的 但他沒有告我 他不告你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有官司在身的 我明年的願意 要再出庭認訊 就是參加非法廣播 這是一個很灰狹的事 當你參加一個 街頭的論壇 而談的話題是講 香港電台的公共廣播角色 居然可以這樣被檢控的 這個是方法 我知道 你那是第二次啊 不是啊 你是第二次 我是第一次 你第一次 第一次 他反而不告 叫我得閒就想去電訊局解釋 我坐在你都傻了 我可以這樣 我永遠都不得閒 我可以得閒上來解釋一下 我可以得閒 我永遠都不得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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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理你 我永遠都不得閒 你怎麼會得閒 你叫我上來解釋 你都很少了 終於沒有不了了之 但是剛才說 開大氣電波 真是 老老實實 又說發免費電視牌 就不要等下 簽名 你拿來講 他怎麼可能會發個牌給你呢 你自己想想 為基多謝三億 多謝香爐 多謝鬼 為什麼不會發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整治 因為多給幾個發聲的渠道 他怕 人人出來放大喉嚨大聲叫 在批評我 我當然要收窄你們了 小國牌 現在已經夠飯了 現在已經有你幾隻東西 輪著你 在那裡搞的 我不認是一隻 你不是一隻 你是兩隻 三隻半 黃慧基拿不到牌 其實是政治的原因 當然 雖然黃慧基說 他不會搞政治 他當然不會有 但他有新聞台 但是原因是為什麼 不是新聞台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免費電視 這個亞視長期處於月勢 現在基本上沒有廣告 原來他沒有廣告 是故意的 知不知道 據我所知 附下社的亞視焦點 那個是議長大恐怖的編輯 那個老友 他覺得他告訴我 其實現在真正是操控 這個ATV就是國安部 所以呢 他故意不拿廣告 就是想逼走蔡顯明 幸好蔡顯明不是大班 他有很多錢 有百多億身家 他跟他鬥玩過 就虧了 如果大班有百多億身家 我們都不用輪到街頭了 范國威 范國威 你說 我看得到政府 其實回歸過去的15年 甚至乎北京政府 用了很多手段 一步一步收集香港的言論自由 你看到那些廣播牌照 電視台的牌照 如何處理 你會見到 除了電子傳媒之外 那些印刷傳媒 基本上都是歸邊的 透過那些人大 有一兩份 政協 有一兩份頂住 紅頂商人 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平時 日常接收到的訊息 已經是變了很多 已經是 剩下很少量的印刷報紙 會講多些真話 或者披露一些其他報紙 是不會觸動的一些新聞 所以香港人 見得到這個局面的話 更加要認清現在的形勢 就是 解釋了為甚麼 在立法會第一次 即是發表了變相 才報告梁振英 寧願跟各大主流傳媒的主管 去做所謂的Beating 而不是在立法會裏面 不要理DBC高層份 那當然沒有 沒有請給你們 真疏有別 不是 為甚麼呢 如果你去找DBC 一定是我去的 如果我去 我包著梁振英 一定會在這裡 因為其實梁振英 講的全部是廢話 他最強的所謂防護政策 都是垃圾 即是一定 我願意 即是那時候 你們學民思潮 在這裡搞集會 這個梁振英的頭馬 劉夢雄 公開挑戰王之鋒 撩他隻抽 我現在就在這裡 撩梁振英出來隻抽 好 夠淡的 有種的 是男人的 就去和他辯論防護政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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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主要 其實今天 我們應該 我們的局長 蘇錦良 究竟去到哪裏 大家應該問一個問題 究竟你去到哪裏 即是怎麼可能一個牌 這麼嚴重 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去的 他都不知道去到哪裏 提一提大家 蘇錦良 一講到有關廣播的問題 他通常是八個字處理的 就是依法辦事 依程序處理 不是那些高通字 啊 秦序 秦序處理 這麽上下 那些八個字都不是這個人之用 你問什麽呢 其實什麽局長都是這一套 是呀 喂 任何人都是錄音機來的 其實他們這麽想 他在那裏呢 今次按著六音機 沒錯 每兩面的睜眼睜一睜 眼睜一睜 眼睜一睜 嚴格來說 蘇錦良是這個民建聯的外奴來的 哈哈 外奔出來 不是外奔出來 大家知道蘇錦良在加拿大回來的 是啊 沒錯 即是這個民建聯 就是全香港最大的政黨 聲稱有二萬人 但其實呢 即是民建聯自己本身 屬於所謂 即是自己本地訓練 即是說得不好聽 即是所謂土共 即是根本是數得出 即是小貓三四隻 出來見到人的就很少了 若不是 你認為蘇錦良見得人嗎 不是 即是他相對地 因為沒有辦法 他相對地很厲害的 喂 英文流利的 起碼會比越光鮮 越來越來越說英文 越來越是中柱根 是中柱根 英文是陈克勤的 英文是 搞了中柱根 變成有個所謂 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 搞港 厲害 也不會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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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連這個 公司也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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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回范國威 兩天前 我們的特首叫什麼名字 梁振英 梁振英 就來立法會唱 單聲道 他帶港來講 他是唯一的 一個信息 對我來講 就是中港融合 是歷史大勢 簡直是浩浩蕩蕩 是無可避免的了 你幫人在說 抗拒大陸化什麼 你們就是不惜時務 就變成閉關所講 我真的很刺激 首先問問大家 你同不同意 中港融合 是必要發生 而肯定是大陸大過香港的 大家接不接受 接受 那誤字很難聽 大家 我認為大家是不接受 中港這樣融合的 是不是 是 我們不要忘記 在十一國慶當日 在彎仔彎仔彎展的酒會 他講的說話是什麼 一般的政治領袖 很多時候 在重要的場合 重要的日子的演說 是要有 啟發性的 是要前瞻性的 告訴國家 告訴社會 告訴城市的人民知道 應該是帶領那個地方 向哪個方向去發展 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記不記得 十月一號 梁振英說什麼 他就好像剛才 我心裡去記 好像Miss Bo說 中港融合 又或者是 中港兩地的經濟融合 是現實 也是事實 這個是毫無啟發性 毫無方向性 就是告訴我們香港人 其實是什麼 就是說 大家接受現實 這樣 這個是真的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做得非常之差 你說過這件事 我覺得梁振英真的不懂事 因為那一晚發生了海難 所以第二天報紙就沒有什麼講 他的演說 他演說那裡 就創造了一個名詞 叫做體外經濟 那為什麼要看外經濟呢 因為他說 回歸之後 他聽起來像不像看外受人 我 看外排泄就有 看外經濟就沒有 為什麼呢 踢爆他那個 就不是我 踢爆他那個 就是他以前的文章 鄭熙軒 就是這個頭條 就是《日報》有個專欄 他想踢爆他 就是因為 這個 梁振英喜歡玩弄名詞 騙了很多人 以為他很有學問 又很懂事 其實他什麼都不懂 在經濟學上 有external economy 那些叫做界外經濟 就是叫做體外經濟 他這樣不懂事 就先上課堂 那他亂說 就是什麼呢 他就說 一回歸之後 這個的確事實 就是香港很多人 就是上了大陸做事 那現在大大話話 我想在諸三角 每一百萬都有幾十萬的了 就是如果你計算遠一點 上海北京 那一百萬都不期 那當然那些人在上面 又會做事 又要交稅 又要製造很多經濟活動 那但是 這件事說真的 其實呢 就是跟香港 這個本土經濟是沒有關係的 原因就是說 譬如他賺多錢 他除非回來香港花 要不然呢 他交稅又不是交給香港 所以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他用這個這樣的現象 想去合理化 我們應該 為什麼要是 即是中港所謂融合 其實說真的 抽象來說 融合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香港每一天 都不只是跟中國 是跟全世界 因為現在資訊科技發達 還有呢 這個經濟全球一體化呢 根本跟每一個地區 都是融合的 是不是 在香港呢 你可以買荷蘭的花 吃這個泰國的芒果 是不是 即是 那一道全世界所有的經濟活動 一定跟香港有關係 金融上更加是 問題是 在融合的過程裏面 香港 是不是應該要保持自己的獨特性 是 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的左派 梁振港之後呢 近日我看到這個 吳康文的老左 就在這個名簿寫了一篇文 其實是攻擊反對 這個這樣的中國融合的人 就是所謂去赤化 包括公民黨 這些是所謂港獨 他們是台獨 沉了下去了 港獨現在就上升 港獨抬頭 抬頭 抬頭 這些都是廢話 為什麼呢 其實是融合沒有問題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要保持 香港自己本身的獨特性 如果不是呢 香港就淪為 這個 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是完全沒有存在價值的 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有一個兩制呢 因為就是 香港在回歸之前 在 即是有自己本身的獨特的地方 我們經過百多年 這個英文統治之後 在七十年來開始 香港就逐漸發展 出有自己的核心價值 順序的就是 由自由 法治 人權 到我們要爭取全面的民主 那這件事呢 在這個大陸 完全都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兩制呢 現在的左派很流行的 就說 一國先 有兩制 這個是錯的 如果不是有一個兩制 要不要搞一個兩制 是不是 如果不是因為香港和大陸不同 當年這個 中共收回香港 就要實行 跟中國一樣的制度 事實就是說 因為香港 在任何一方面 無論是經濟制度 法治制度 都是先進中國大陸 而且鄧小平也講過 希望將來 中國是建立 十個八個千個的香港 就是說 在融合過程裏面 其實內地應該要向香港學習的 好 在過去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 香港是帶動中國的發展 所以融合呢 絕對就不是以中國為主題 是應該以香港為一個主題 喂 黎一番 等等 這個節目我理解是自由風 十級 十級自由風 歡迎香港上來講話就對了 對了 你呢 就是主持 榮圈也是主持 我和 嘉賓主持 嘉賓主持 范國威 范國威 我叫他叫Gary 范國威就是嘉賓主持 忽然間 那應該有聽眾來電 我覺得 因為我們每一晚都會接電話 現在有沒有接到 我們現在 之前呢 詠圈繼續講梁振英的所謂 內交 不是看外 是看內 我們其讀梁振英 剛才Q仔就講了 他說他不懂事 就是 我覺得他很懂事 因為有些terms 我們從來都沒聽過 外交 大家聽得多 外交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 是不是 你可以說有外交政治 有外交的手腕 但內交其實是甚麼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甚麼叫內交 我知道 其實他昨天呢 在立法會裏面呢 嘩 很咬牙齒齒地說出來 大家聽完之後 覺得 甚麼交呀 你說甚麼交呀 聽完之後 你會想 說甚麼呀 我呢 就兩年前 就約過他 當時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來見我中大的學生 我在中大是教一科 有政治系的科目 是政治與傳媒的 他當時來講 這個就是 對我們來講 很新的了 兩年前 也都沒有說 他一定會參選特首 我亦都遇到 他當時 他參選特首 就一定輸了 究竟他當時 你不記得他講嗎 我英國也不輸特首 是啊 我也是這樣以為 但anyway 他當時跟大學生這樣講 他用英文講 是Internal Diplomacy 是講中港關係的 老實講 我當時這個老師 有一點點感動 他說搞好中港關係 大家老老實實 雖然不是說很認同 上高的一套政治 但是似乎都真是 有些血緣關係 王萬靖 你知不知道甚麼叫做 slip of tongue 佛樂伊德式的漏嘴 我加上Freudian Freudian slip 其實梁振英 應該是說漏嘴的 是 一國和一國之間才有內交 沒錯 如果他說內交和中國內交 他會不會就是搞港獨 對不對 第二 他真正的內交 其實想說甚麼呢 就是他跟中聯辦的內交 因為中聯辦捕他出來 他一定要跟他交代 第一個去借票的單位 就是 各位我們講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等等 大家一定要撐 在立法會 他們會在未來四年 我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拿出來 有兩條法例的 一條叫前繞法 一條叫做 糟了 一時間到廢室 因為沒有帶紙筆上來 一時間 前繞法和那個 一個 問個回答 不是 不是 不是網上網絡23條 不是 前繞法和 私隱 不是 網上23條 私隱 私隱條例 是完全是 不是 一個是前繞法 我今天下午才教完學生 我真的這樣都不記得 就是侵犯 侵犯私隱那個都過了 他都不敢拿出來 不是網上23條 那個是前繞法和哪一個 不要緊 總之這一類的法例 前繞法 他本來就在騙你 他講起來很好聽 說前繞法 譬如 黎則粉追 永圈不遂 天天在那裡 前繞他 永圈有老公 說笑 譬如 我追你都不追他 這個標準很低 大哥 這句真是無辱 總之可以拍他 但其實現有法例 這些癡情看 就是可以拉到他的 普通什麼治罪條例都有的 另外一些就是 無情情的影迷那些 就是追著明星這樣 亦都是現有法例可以處理到的 但政府就不提那些法例 只是說 哎呀 家庭暴力 譬如 那些太太 帶了那些小孩走 有個老公比較暴淚 或者調轉都可以 女人都可以很暴淚 這樣 這一類呢 他就說 我們要禁制這些行為 所以呢 前繞法呢 是刑事的 要坐牢的 就叫大家通過 但是他最緊要的呢 其實是 押制採訪自由 剛剛提到的 說梁振英贏了之後 第一件事 就是去西環借票的 他不會出採訪通知的嘛 說給明報 什麼報 蘋果 東方 文匯聽話 我明天文匯可能知道的 明天去西環借票 所有都是 我們港民版 政治版的狗仔隊 上次去上水落區 一看這個所謂的水果 他都沒有通知這些記者 是跟蹤他 他就纏繞他 但是過了纏繞法 記者這樣都不行 無所謂的 甚至是通訪波 喝完啤酒 走來開車 你立刻起床 可以馬上報蘋果 這個陳茂波 如果有纏繞法 我們跟著他拍他 騷擾他 是呀 有些照片 你都中招的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給他的字眼 剛才永圈講 很擅長作些名詞出來 甚至是纏繞法 而是纏繞兩個字 是很負面的嘛 那有個纏繞法 是反對纏繞 是不是大家應該先支持 他就這樣找香港人笨 千萬不要支持 一定要反對 大家反對 贊不贊成 反不反對 反對 反對 一定要支持我們 反對到底 這件事 我們說回 因為現在的節目 每一天在節目時段裡面 我們都會聽聽鐘打人的電話 我知道 其實今天都安排了 當然我們就沒有 不去打電話的了 但是我們安排了 如果有任何在場的朋友 你們是想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或者是對DBC的看法 其實是歡迎你們 是舉手 他們是有麥克風遞給你 是啦 工作人員 見到的 有朋友 如果他們是舉手 就會拿麥克風遞給他們 其實他們就變成 好像是 打電話進來給我們 我們平時都是接電話 這樣做法 好 有沒有 有啊 剛才 不要害羞 那裡有位先生 有位小姐 也是 有沒有麥克風 一上來就說 兩位可以上來 好 上來 給個麥克風來 好 拍手 大家 為大家老老實實 林毓華私下跟我說 我現在侵犯林毓華的私隱 林毓華說 我們現在在政總 撐DBC這個平台 就一定希望有香港很多市民撐住 如果撐的程度 是不及黃之鋒他們年輕同學的 那個撐的陣容雖然很難比較 他那個真是腰心腰肺的 真是很緊要 這個都是腰心腰肺的 是否影響白民的家庭 是啊 還有是 世世代代圓圓流長 但是各位 仍然請大家呼朋友來撐一下 我們的場面好好看看 好嗎 好 因為其實兩件事是同一樣的 這個國民教育 就是思想自由的問題 而我們這個就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言論自由就好像空氣一樣 缺一不可 沒有言論自由 你就會感到很窄色 好 首先說說我是新界東的選民 我有投票給你們 好耶 你沒有投錯票 大家在香港政府 就看來 我可以這樣說 好像打爛制教一樣 打爛制教 你總之他做什麼都不說 他都是不理你的 那我就想了 香港人可以做什麼 真是慘 去做些事讓他們知道 我們很不like 是吧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香港政府裏面 有的程序上 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舉個例 大家有沒有報過稅 當然有 好了 報稅其實你們每一位市民 可以上去稅務局 要求稅務主任去幫你 假如我十萬八萬上去的話 他搶很多人就可以了 第二個 猜響 大家有沒有交好猜響 有 好 假如大家懂得交好猜響的話 你也知道 他每一兩年就會問你 你的猜響租值不增加 總之你是否反對就可以了 這樣他有朋友去玩 總之市民 我們現在叫做不合作運動 好 其實這全部合法假 不是犯法假 我們只不過向香港政府 一些所謂的 我們轉空子 盡量讓他們知道 要聽我們講 不過這一期的猜響 很多豁免了是零的 不是的 是錯的 其實我們看看裡面的內容 他在行裡叫做猜響租值的估值 你所勉強的就是 你政府每年給你的 減你的部分 上限三千元 這樣算的 但是當這個off了之後 你要交回猜響租值的部分 其實他可能算對你的 但是這個所謂不合作運動 就是說你可以 可以令到他做多點事 不要那麼容易收我們的稅 聽得懂啊大家 如果我們再不做點事的話 香港政府不會聽你說話的 全部合法的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擔心呢 你現在是製造了所謂administrative cost 用的仍然是公帑 就是我們自己錢 其實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政府花了那麼多錢 請那麼多的 你知道是甚麼官的 大家要花多少錢 不知道的 很多 大家要經常想一想 我來做的 只是希望他聽我們說而已 不是要多一點 但是他不聽我說 甚麼都做不到 你放那麼多人遊行 四十幾晚都坐這位 是不是 確實有機會 是可以將這類不合作運動 好 謝謝 謝謝 更加有組織地去控制 政府其實做很多事 因為他自己產生的程序 是公信力不足 又不著力去做好些的諮詢 甚至有很多不理想的政策 推出台 政府沒有想到 又或者他們不想想 就是當一個政府做的事 不能夠獲得人民信任 他平時施政 那個成本必然是高的 是會遇到障礙重複 所以這類的不合作運動 其實就是透過這類 除了是上街遊行 請願示威 來到公民黨場去集會 這類我們見慣的話 我們甚至乎是日常生活裡面 都可以透過這種遍地開花的不合作運動 是增加政府的施政成本的話 確實都可以在一個途徑 是去告訴政府 我們香港人 對外特區政府 那個管治不善的不滿 有一條計劃 其實我想過很容易做的 還有效果 剛才那位聽眾提出來的 大家知道 這個梁文振英的政府上台之後 最不行的問責管員是哪兩個 吳克基因 還有呢 吳克基因 很簡單 我們可以計一計 就是這個新的政府 就是我們那個 第一交稅就快收到稅單 稅單分兩部份的 第一部份就交這個 2011至2012年 第二部份就預繳 就是2012至2013 是不是 那就是2012至2013那部份的稅款 就將會包括出糧給吳克健 和陳茂波 是不是 那是很公道的 你就找一找這兩位人兄 將會在他們上任 7月1號 至到明年的3月31號 他收到多少人工呢 那將他們的人工 over 就是這個 除一除 就是由2012至2013 對 政府的預算案 佔多少 其實的percentage就是很低的 那你就按這個percentage 就不交第二部份的稅就可以了 不過呢 當然要用運動這樣做 你個人還說沒用 是不是 就是如果 你這樣搞法 不是啊 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為什麼呢 其實立法會議員都可以想 你真的搞 不是 但是不發款 是 是 本來很少的 你明不明白 因為 他兩個 當然 舉個例 你知道一年的政府預算 有沒有記錯 現在好像是3千億 就是預算支出 2千多 那他們兩個 雖然都是 浪費我們的錢 加起來 我不知道多少錢 起碼都 1千萬 好沒有 兩個 1千萬 over 2千多 3千億 是多少 percentage是多少 那你交第二部份的稅 其實很少 就算你是交十幾萬稅 你第二部份裏面 可能是2、3萬 裏面佔一個 0.01的percent 是不是幾十塊 就是幾十塊的象徵意 有沒有要怎麼罰 很害怕 關燈 我們關燈 沒事 關燈而已 還有聲音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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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這一個如果是形成一個運動 它的意義在哪裡 除了表達市民 對這兩個廢柴局長的不滿之外 其實是對梁振英 這個政府裏面 一個嚴重的打擊 因為全世界都未試過 這個是有公民 是用不交稅的方式 表示對這個政府的憤怒 其實是上了認受性的 這個衝擊 比你特委一場更厲害 大家已經想想 我覺得 希望這樣 由這些公職人員 特別是立法會議員 帶頭去做 這個比你在立法會裏面 更加有效 但是要先反問 這個起碼一定要是群眾運動 今晚我們的人 就佔起七百萬 好像吳黑劍講 我們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數 就做少少示範 那些人 贊成 用這個不合作運動 不交稅 抵制 不黑劍 還有陳茂波的人士 是誰舉手 那麽在座都應該支持 但是你講偶了 你有什麽理由 只是針對他兩隻馬 其實梁振英本身呢 慢著 因為鬥爭的事 就循序漸準 我們用他們 左派一套的老祖宗 毛澤東 團結大多數 就孤立一小串 那這兩個 你看文望調查師 是最低的 吳黑劍和陳茂波 是不是 現在支持他的人 遠低於反對的人 根本不合格的 所以你用這個運動去做的話 我相信 起碼 絕大部份 九成的香港人 都贊成了納稅人 那麽現在全香港納稅人 只有一百七十幾萬 嘩 如果有九成的人 雖然每人像精積 可能交少幾十元至幾百元 就不去罰 罰5% 但是 只要形成聲勢 第一個部分就不用不交了 第一個部分就加回去年 我們兩個沒有關係 你只能運動一成形 我包他 你未到交第二期 他已經跪低了 不是 財政儲備 會成萬五億 要你兩款都算 不是 那麽是 你的意義 是針對他 是多個實質 他不怕 他不會跪低 他會有錢 如果全世界 這個是國際醜聞來的 全香港人 所以要監獄去養 那兩個廢柴的 有很多人才行 那你相信群眾 你看看 我們在所有傳媒 杯葛和冷戴之下 不是一樣創造人 對 我們在台下 是否剛才說 有位女士想說話 是嗎 剛才說有位女士 有手 這個 是嗎 小朋友 我只有12歲 12歲 12歲 叫什麽名字 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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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那我都很支持 這個 甚麼 不合作 不夠水 不養 不欠劍 和陳茂波 是 你這個卡片局長 他都 卡片局長 加上蘇錦良 你知道派的宣傳單帳的人 他真的應該拿同一個人工 因為他在這裏做甚麼呢 就是最多拿卡片出來 給你看看 我叫文健聯的蘇錦良 請你支持我投我一票 我投了你一票 有甚麼用 你就繼續派 我養你 讓你派卡片 我養你 就是那幾卡路里 拿一張紙的桶 是嗎 就是我要這樣養你 一條這樣的人 浪費了幾十萬 幾十萬 那當然是派非同學 在學校就不要用這些字眼 老師不喜歡 那學校當然不行 現在不是學校 DBC是甚麼可以的 除了初來的 學校不會被罵人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平台 對於強奪 所以這樣強奪 我們的言論自由 他有甚麼證據 可以拿來踢我們這班 有信心 有誠信的一班主持 以及我們聽眾的言論自由 厲害 Ron 我要問你 我們現在是 我們有很明顯 很多聽眾 市民的支持 有很多熱心的主持 做得很好 也有學者 很多人支持 總之包括我自己 現在大班台 我們不要叫大班台 說錯 不是他這個台 是香港人這個 數碼台 現在唯獨沒有的是錢 因為他們不住之不買賣 你爸爸或者你自己 有沒有甚麼想法 說要復播 有甚麼好搞作呢 自己買了 不可以 捐款 捐款 聽到沒有 好 大家都聽到 好嗎 好 謝謝 我自己沒有錢 對不起 不要緊 你捐出你的誠意 真是很厲害 很開心 小朋友 這是幾年級的 老老實實 year 7 year 8 sorry 國際學校 一說year 8 我也聽到 甚麼國際學校 Discriminate College 你遇到警官的 你很幸運 你不會受國民教育殘害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他洗 我們都洗不了我們腦 我們這班人 不是 因為所有問責官員的孩子 不是讀這個國際學校 就說我讀書 他們自己就不用受這個 就是洗腦教育 好 謝謝Ron 好 謝謝 給多點掌聲 我們應該多謝 好厲害 郭桂 因為他就說要拿出來上海 是啊 財委會特別是加班節 要走上去 繼續跟葉國謙 保皇黨、文建元那些要打仗 對,謝謝你 謝謝你 你加油 我現在要來設定 我想繼續去打仗 好嗎 我們先翻炒CBC 好 好 撐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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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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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再見Garry 好嗎 再見Garry 再見Garry 好嗎 接下來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 歡迎我們迫雲議員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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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去到這個地方 你想想 我們要去到 現在這裡 找這麼多 聽眾出來撐 但是政府居然 到今天 是這麼多的 我們要說 廣播的牌照 一定發牌給我們 居然今天 你可以說這個完全是商業糾紛 你自己搞定它 你自己搞定 拆完你的臺 我不理你了 我想聽一下 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你怎麼看這件事 大家好 我第一次在這裡 和大家見面 民主黨就一定是支持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和廣播自由 和大家 集在同一陣線上面 即使我知道台下 有些朋友 對民主黨是很有意見的 也知道台下 有些人 都對我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 無論是贊成民主黨 或者不喜歡民主黨的意見 我們都應該有言論的平台 是尊重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的 所以我一定要捍衛大家 支持 或者不支持 民主黨的言論自由 好嗎 好 黃飛雲 我看報紙 你們這個民主黨 快要選新的主席 聽說 你都很可能 會是新的主席 會不會參選 現在我們都在這裡 聽著很多朋友 對民主黨的批評和意見 我們都聽 我們都在這裡整理我們的改革方 當然黨裏面有不同的觀點 有些問題 你會不會參選 我們在考慮 其實我很想你參選 為什麼呢 你給我一個理由 第一 你是年輕 相對於 為什麼現在我們需要新的思維 如果你選民主黨的新主席 我相信 你可以將一些新的思維 帶入民主黨 令民主黨可以重新 更新自己 第二 我相信 就是民主黨一定要用一些實際行動 去爭取很多選民 如果對這個民主黨有所不滿的 或者理解的信任 其中一個 就在我們現在很虎實街市 國民教育 新界的問題 甚至我們DBC自己本身 你民主黨 可以做些什麼實質的事情 例如我建議 去抵制這幾個劣官 加上蘇錦良 譬如說 搞一個不合作運動 是交少那個運稅 去抵制衣服 所以你們民主黨 會不會夠膽考慮一下 這個是民眾的決定 民主黨一定不會阻止 因為這個是自發的 OK 民眾決定 大家用民意表達給民主黨看 你們贊不贊成 用不合作 不交水運動 抵制衣服 廢官 舉手 其實我們現在在議會裏面 都在進行不合作運動 為甚麼呢 我們坐在這裏下午幾個小時 建制派的議員 想剝奪議員 尤其是民主派 在裁委會裏面提出議案的權利 現在我們就在這裏拉布 這已經是一個不合作的運動 我們沒有理由 給一些建制派議員 去剝奪 反對派和民主派 在議會裏面 監察政府 使用公帑的權利 但是建制派 就是想自焉 阻止我們發揮 一個監察政府 使用公帑的權利 我們完全欣賞民主黨 和其他的法民議員 在裁委會裏面 爭取不合作運動 你都需要香港 港大市民的支持 但是現在反過來 香港市民 要求你民主黨 和其他法民議員 支持我們用這個 不合作的行動裏面 抵制他們的廢官 你們的態度是怎樣的 我們所有的行動的方略 都可以一齊來參加 可以有很多很創意的方式 進行這個不合作運動 我覺得可以討論 好 希望你喜歡 大家講到競爭討論 好 各位 給我回去財委會 去支持我們民主黨 我們很多謝 郭孟靜 喂 六義多謝自己 各位 昨天有報紙記者問我 財委會這件事 只准一個議案 就讓你沒得拉布 你有甚麼看法 這班建制派 就霸道成人的 霸道會上癮的 然後說一大堆說話 今天報紙一句都不出理 一個報紙是 大家懂得做的報紙 香港的新聞自由 真是階階可危 各位真是要和我們撐住 我現在就離開 和大家介紹方國山 我真的要稱讚方國山 其實我不認識方國山 當然他是知名人物 他這次出來選這個新界方 就是落敗了國安議員 以前是這個自由黨 為甚麼要讚方國山呢 就是因為他純粹在Facebook 他是Facebook的粉絲 就是給他一個訊息 問一下他拆不拆我們 肯不肯下這個名 就是下今天的那個廣告 還有如果昨天可以的話 就出現了幾個紀念之路會 當然他昨天沒有空 來不到就不要緊 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在我接觸裡面 反而有些做過議員的人 很多推抗 很多藉口 那我這件事 就是必須要公開讚揚方國山 他真正在香港的 維護韓韓民自由裏面 他真心是做這件事 謝謝 謝謝 那開心來到這裏 因為我沒有別人去講 我就是覺得 香港必須要繼續加強這個言論自由 我們一定要支持DBC 因為我不是單止為DBC 要為我們香港市民發聲 這個聲音 因為我們要有選擇 還有我們要有我們的權利 我們都很不開心覺得 我自己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以前在亞視 是嗎 誰說麗的呢 那個是年紀大一點的 聽不聽到 記住一下 那些小姐姐經常說 我小時候看拿渣 其實一定是亞視 大家都年輕一點 我自己在電視傳媒 或者廣播那方面 自己有一種心系 就是希望 無論以前在廣播那裡好 以至現在不同的電台都好 其實這個聲音應該是由我們香港市民 自由去選擇和收聽 香港政府做了些什麽呢 在廣播事業方面 那頭的手就說推動數碼廣播 但是你看看政府做了些什麽 他怎麽去支持數碼廣播呢 我看不到他用力 我只見到DBC自己 辛辛苦苦 就是我們見到的士司機哥哥 就支持一些數碼的radio的機種 那麽多久 我真正是見到這個數碼廣播 政府做了些什麽呢 就做了幾張爛鬼poster 在那麽巴士站那裏 就這樣貼一下 在那些巴士那裏 你就會見到這些廣告 但是完全不起眼 完全都不知這麽東西來的 那麽他就拿出來 就當是要推動了 所以這些就是官僚 那些很難頂 所以我們看到十分早前 譬如說好像昨天那樣 我們自己行家電視台 那次CTI這樣 唐蔚基這些 其實真是嬰氣的 政府不同的部門那種 推堂和拖慢的節奏 基本上是不容許 說我是有自由性加大 所以我是很覺得 譬如我又舉回黎祖辭大使那樣 亦都是一個問題 如果說錯了江澤民 即是過了身 你就罰人幾十萬 那時你這麽主動說 那爲什麽DBC有這麽大的 有這麽多困難的時候 你不主動去處理呢 聲音和聲音 你見不見得 在奧運播奧運的期間 大家記得其實這個有線電視 就要求他拿了牌 他給了那個錢 那接著他就有權去播這個奧運 但到最後 因為無線和阿士沒有辦法 他會說 OK 你要播嗎 我會給你播 不過你播了我的廣告 OK 大家都記得這麽事 而當時這個活動都會介入 OK 因為不可能的 這個是大家公民 大家公眾都可以有權看到奧運這個比賽 為什麽一個運動的事業 都要參與 OK 政府都要走進去 喂 不行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 一定要是播你的廣告 或者一定我 要給你那個 Table那個台的錢 才可以看 在這件事上面 他們都介入 但這次在DBC上面 我們一點都看不到 他好像跟他無關 那樣 所以政府 就是一把尺 如果他有些聲音多些 譬如好像今天 有這麽多好朋友去拆DBC 來到政府總部 拆DBC 他們就會有感動壓力 所以我很感謝傳媒的朋友 也有很多好朋友 在DBC的同事 我希望我們來到 大家都是萬眾一心 都是將要聲音 還聲於文 好不好 好 事實上 其實我們自己 就是我身為節目主持 OK 你問我 我可以做到多久 我們今天 我們回來 就一時跟他大賓開會 我就是問他 我問他究竟是怎樣的 究竟我們怎麽算呢 他是一個很無奈的眼神 他都是說 我都不知道 OK 我要做明天的 龍腹大柴 失驚無常 星期日 又說要去龍腹大柴 那我就說 那即是開了兩罩 即是開了茶樓 這兩罩就沒有了 是不是 他都說 是呀 是呀 其實有一件事 大家必須要知道的 這個數碼 講過 為什麽發展得這麽困難呢 其中一個原因 大家都知道 好幾個月前 你買了那套收音機 即使到現在來說 都經常收不到 對不對 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這個是關電子管理局勢 就是我們那個 發射的頻率 那個風率 是真的完全離譜 那大家知不知 全世界的標準呢 那個功率應該是幾多 應該是2萬億的 廣州也是 那現在最高 這個澳洲 就是4萬億的 但是香港最高 多少 港島是6000 最低呢 40 離譜 那本是 即是說 好似那間屋裡面 即是你很大 幾千隻樓 你又得到 40億的電 怎麼看啊 大哥 那又怎麽等你斬著斬著 斬不了 斬都看不到 斬都看不到 你看到 政府是有意用這件事 是令到你 大部分的人 不能夠收到的數碼廣播 還有到頭樓 大家就會覺得 VVC買了一些垃圾機 都收不到的 你去去去 聽了幾隻這樣的東西 搞來搞去都不碰 所以政府在這方面 真是習無旁態 必須是要協助 即是如果你是說英雄 我們香港整體那個 數碼廣播 是要做的 那硬件 比如好像我們發射的信號 還有一些配套 包括我覺得 有些要洗洗群 那些 即是未必能夠負擔 一些數碼廣播機的時候 你必然是有些資助 或者是要幫忙 要不然 很公道 這些事情 我們自己本來做了 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 如果在外國買數碼新機 就很貴 至少是一千元以上 那就是我們的數碼 一日機 自己生產 就用到最便宜 其實基本上沒有錢賺的 即是巴黎二班 就好 即是店鋪在區港 很震驚那些東西 講的那些東西 就證明了黃楚彪 在那裏做一套 他説虧本 為什麽呢 在古董會議裏面 早期來說 黃楚彪 是曾經建議過 是免費派五十萬部的 數碼新機 你想想 他這樣說 其實是對的 如果 那個發誓系統 是完成的話 你想想 訂五十萬出 五十萬部機 就算是百多元 一部出廠價大約百多元 其實都是五千多萬 即是 你根本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為什麽 在初做生養的時候 就可以這麽大手筆 現在來説 就算到最後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 需要一個原因 才令到他 寧願浪費錢 打官司 更多過注資 那就完全不合理 好了 那我們會有更多的時間 讓Q仔和大家講一下 關於DBC的問題 Q仔 你要去吃飯了 是的 謝謝Q仔 是的 我們其他嘉賓 都留在台上 因為我們這裏還有黃之鋒 有黃碧雲 方國燦 我再一切多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 我們找個同事 幫幫Q仔 好嗎 是的 我們的廣播 即是在這個 公民廣場 就會由我們剛才 黃昏五點鐘開始 其實一路 就會到星期日 深夜的十一點 我們就 我講了幾樣重要的事 給大家知道先 然後跟著我們交時間 給鄺詠孫 主持他的十級自由工 是的 我們現在主持的時間 其實有一位朋友 即是我們的來電 我們的聽眾來電 他想有些事給大家講 是的 上來的時候 我先講一講 請後面的一些聽眾 或者市民 我的右手邊 在行人通道那裏 如果你們許可的話 請你們可以陸續進來 我們這裏 我右手邊這個 還有一個小地方坐的 因為如果你們 真的不去坐過這裏的話 我們後面 沒有辦法封了這條路 然後給我們 你看看 我們已經很多市民 陸續進來的了 另外 另外我們都希望其他的一些人士 如果你是想隨緣落座 支持我們那個 這個環星愚民的運動的話 我們有一些襟章 就是送給你做一個紀念的 一會兒你可以花時間 去那裏隨緣落座 另外就不要忘記了 我們今晚還會有我們的一個 就是支持何國輝和鄭京漢的訴訟基金 那至於訴訟基金一人間 怎樣呢 就是要大家出錢的時候 我們一定就會在這裏 宣告我們講的方法 那現在我們會叫工人員出來 給大家知道 我們用什麽方式 去收大家的錢 那現在呢 我就也都提大家 如果有什麽投行申請的話 在我們的台後面 有一個藍色的帳幕 那裏是我們的急救中心 或者你大聲呼叫 我們會有很多朋友幫你的 現在我們加時間給我們DBC的 十級自由風的有劉細良和鄺榮川 我身邊這位呢 就是我們現在封煙的這個挺眾 你有什麽意見發表呢 呃…我小男 救命呀救命呀 這裏有人強姦呀 DBC被人強姦呀 咦 還有這麽多人坐在這裏 不是呀 報館都來了呀 喂 為什麽你們都不幫忙呀 報館你們做什麽呀 不是呀 只是在這裏採訪的人 都不幫忙呀 都不幫忙呀 什麽呀 什麽呀 我幫忙呀 你們說活該死 什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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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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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裡看人家打架了 難怪我們那個蘇錦良局長 只是說對著 他說你未報上去 沒有跟他說 沒有把資料告訴他 他只是坐在那裡觀察 看看你怎樣被強姦 你死不死 麻煩你了 一個月收三十多萬的工資 坐在那裡看 你快點去死吧 蘇錦良 你今天快點下來 看看我們這裡有多少人 是支持DBC 我們這裡支持DBC的人 是反對滅聲 橫聲淤民 安慰言論自由 安慰言論自由 我們希望DBC繼續為我們廣播下去 是反對滅聲 好 好 好 謝謝這位先生所說的比喻 都相當之詮實 好像很好笑 但其實很悲靈 為什麼這麼多人就守堂觀呢 剛才Q仔說到DBC在推動數碼廣播裡 實際上所做的事 遠遠超過政府 如果我可以這樣說 沒有DBC 根本就沒有數碼廣播政策的落實 大家看 太收音機 幫的士司機裝機 不斷追政府 搞好發射站 然後還要自己去宣傳 用好的節目 去吸引聽眾 知道數碼廣播是好的事 他的接收他的音質 是會比AMFM好 他的選擇是更加多 因為有七個頻道 可以照顧不懂聽廣東話的人 少數族裔 弱勢社群 也可以照顧老人家聽樂曲大戲 為什麼一個這麼好的政策 竟然是要靠一個電台去推動 而不是政府去帶頭 政府只是貼了幾張海報 在巴士站和巴士那裡 而那些海報究竟說什麼 我問問大家有沒有看過 沒有 看過的都不記得 是不是 完全不知是想說什麼的 所以 大家知道 政府講創意產業 講推動生產業 振興經濟 講了很多年 真正的創意產業 在香港來講 其中一樣就是 跟所有都跟言論創作自由有關的 就是電影 電視 廣播 廣告 出版 傳媒 報紙 互聯網 如果政府有心推動 新產業 新產業的話 為什麼香港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是會不斷收縮 大家只要在DBC這件事裡面已經知道 根本是沒有心推動這個新的產業 然後跟著告訴我們 只要融合 就什麼都搞定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要新產業才可以發展的 如果數碼廣播成功的話 其實在外國大部分的城市已經是用數碼廣播 已經可以容納很多的頻道 我相信 包括剛才那位先生 在台下很多的市民 一樣有機會可以做節目 你想想這樣可以釋放多少的就業機會出來 而不是叫大家走去做一些低質素的服務業 這樣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 香港是沒有辦法發展下去的 所以我剛才說 沒有DBC 根本就沒有數碼廣播 大家不要想著DBC結業之後 只是沒有一個電台那麼簡單 只是聽不到大班的聲音那麼簡單 而是根本香港的數碼廣播 政策 仇中正寢 我可以跟大家說 電視牌發不出 數碼廣播政策仇中正寢 這個就是政治壓倒一切的效果 我剛才在台下看到有市民有個牌就是說 今天DBC歸故土 他招媒體也相同 喂 大家舉起給我看看 今天DBC歸故土 他招媒體也相同 這個 其實就是我見到之後 是覺得很不開心 我相信這幾個月來 很多市民都有一種很抑鬱 很隱瞞的感覺 我做節目的時候 有些聽眾打電話上來在哭 也有聽眾告訴我 很不開心 這段時間都很不開心 但我相信不開心 一路下去是沒用的 一定要將這種負面的情緒 轉化為一種責任的力量 爭取DBC能夠繼續廣播下去 我再一次說這個不是為了大班一個人 除了言論自由之外 亦都是香港 你想一下 大家想回頭 香港傳媒 已經停滯了幾多年 停滯了超過十年 上一次電視發出的 新的有線牌照 結果又是TVB 實際上沒有選擇大家 仍然繼續看回那些片集 到今次發出數碼廣告牌照 其他兩個牌照持有人 根本沒有做事 沒有給過選擇大家 所以我說 支持DBC 橫聲愚民 其實是支持香港的數碼廣告 支持大家的言論自由 支持大家的選擇 亦都是支持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不是 好 好 來介紹一下黃之鋒上來 坐了很久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以你在政總這麼多 這麼久的經驗 你猜現在我們有多少人集會 在這裡 在天橋 天橋和後面 我看到這裡加起來 我猜算在天橋 站在公民廣場外面 應該都有超過四千人 四千人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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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說是四百 沒有得數 好 黃之鋒我想問你 你很多謝韓民思潮 很多朋友 都來這裡 出席 支持DBC 這個 復播這個集會 你對於這件事 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怎麼說呢 我猜可能 有些人都會問 黃之鋒這一年來 都是說 要反對洗腦 捍衛思想自由 怎麼今天會走過來DBC 但是我想說 我自己覺得其實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不是只關注一個思想自由 一個國民革的議題 這麼簡單 我相信是 我們要捍衛在每一處的自由 無論是在今年裡面 警方對人權的打壓 我們要捍衛市歸自由 到了之前 網絡23條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創作自由 到了之前 我們就佔領政府總部 我們去捍衛 我們講了17個月的思想自由 到今天 我相信 可以為我們的廣播自由 或者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這幾個東西 都是一脈雙食 缺一不可 好 講得好 其實我們在說 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 真的差很多 你看看我們的特首 其實也不是我們選出來的特首 他在競選的時候 扮得多願意聽民意 和他們一樣 拿支筆 拿本寶 拿張爛鬼折騰 逐區去 扮聽 但是現在他當選了 你看看 他基本上是不想聽任何東西的 他來到立法會 剛剛禮拜三 第一次來立法會 向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講他的所謂施政理念 但是他事先聲明 就是我只講45分鐘 然後我就走了 不聽他們講話的了 喂 但是他在發言的時候 就講他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有什麼道理呢 那我已經問了 如果你有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你是不是應該要坐在那裏 發言完了 聽下70位立法會議員 對你提出的所謂施政理念 或者是綱領有什麼意見 是不是 但是他講一套 是可以做一套相反的出來的 真的吐了肚子 坐在裏面去講這些 那大家會見到 香港來來去去 只有兩個議事台 有牌照 我們見到政府其實 一直都是不想開放的 這個不只是一個商業決定 這個是一個政治決定 所有沒有民主的地方 言論自由都是急急可危 都是執政的人 是要打壓的對象 大家看看中國大陸裏面 所有的媒體 都是官家的媒體來的 不會讓你有自由開放 在香港他可能已經後悔了 有兩個不是官媒 那怎麼做呢 就是找一些商人買起它 買起它之後 整個編輯路線 就可以扭轉去到 講一些官方想聽的言論 那這個真是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一直以來 我們未爭取到全面的普選 那這樣的政府 如果民意是站在他那邊的 他就很樂意去聽 但是如果他覺得民意 是批評他的 是罵黃英政府的 他就真的不想聽了 吃你機了 撿起你的當事 所以這個是很可悲的事情 其實呢 楊振英政府呢 對於 推動這個 新產業呢 講 就是好像剛才黃碧雲講 其實講 就講得很積極的 他星期三下去立法會的時候 都是說 我們一定要發展新產業 如果不是香港就不行了 這樣 現在就是正正 數碼廣播就是一個新的創意文化產業 是吧 你爲什麽在政策上 我不是說 你不要說商業扣分這些論據已經站不住了 你怎樣令到你的政策繼續下去 在數碼廣播裏面的龍頭 就是DBC 如果因爲這樣的原因 如果結束的話 我可以再講一次 數碼廣播政策 仇中正寢 是不可能再重新開始的了 就等於電視台不會再發牌一樣 剛才我提到很多 關於迷法創意產業的事 政府是講一套做一套 我想問方國珊 你自己都有些親身體驗 是啊 其實我早前我看到 政府過去一直都說 推動六大優先的產業 其中當然有創意傳媒產業 你放棉 其實我們香港人 勝在有什麽 勝在食老 還有有創意 還有夠大行性 Facibility 我亦都在 大家當然知道 我在堆填區 或者一些固體廢物的立場 很多意見 我見到那些土地 政府就經常說 沒有地蓋樓 沒有地發展 但我明明見到 堆填區 成一百公頃的土地 其實是可以 在將軍澳工業村裏面 有一百公頃土地 一百公頃 四個公頃 圍園這麽大 那是否可以適合做一個創意傳媒產業呢 我在去年的時候 邀請過南毓華先生 還有一些業界持份者 Peter 也有很多朋友去了 參與這個 由於限而上的 public engagement 大家在業界持份者 參與的時候 都覺得 我們一些傳媒工作者 或者一些製作人 其實是很需要地方 和一些發展的空間 然後真正正如剛才你們說 有什麽理由 要我們香港人 做一些低技術 服務性 搞到下一代沒有工種呢 我們既然過去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都幾紅的 我們亞太區 是不是 即是我們自己香港 是領導一個傳媒創意的 是一個先鋒來的 誰知道現在 無論在比韓國 日本全部趴頭 政府都不爭氣 我們自己地區人 也是希望這方面居動 所以我這些建議 都給了 一定是沒有反應的 沒有反應 但是我覺得 現在他們在附近的 聽感的 可能在上面看得到的 是啊 他不是看那邊 我只想看那邊 我們現在做了很多製作人 在我們香港是經歷 和也有參與很多這些服務 是超過20多年 麻煩那些外行人 聽一下我們的外行製作人 還有有心服我們香港的傳媒創意人的意見 去推動我們這個事業 有時候很可惜的 我記得昨天 真的很不幸運 我喜歡在TVB那個 最佳藍主角的訪問節目 大家有沒有看謝廷豐那個訪問 他講了一句我很深刻 他說香港今時今日 已經沒有明星 最後一代是什麼 是講張曼玉成郎 劉德華 還跟我差不多一年多了 剛才我見到偶奈 黃之鋒 就是說香港社運界還有接班人 但是劉德華之後還有誰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林峰 不是啊 林峰 快點啊 大哥 TVB叫中林峰 是不是只有畫質班人 大家有沒有想過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說 香港的傳媒事業壟斷了這麼多年 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下 你說怎麼會再有明星出現 等於電台一樣 我記得我長大過黃之鋒小小的時候 就是聽這個軟硬 老人院時間 在座我想這裏跟我差不多 年底的人聽過 現在早上打開的收音機 還是林海峰 有時候我覺得挺恐怖的 我覺得自己好像 是不是迷失了 在一個空間裡 時間是停滯了呢 真的 然後打開電視 看到Canon廣告 又是郭文輝 然後隔壁跟著EPS廣告 又是林海峰 你死了沒有 真的死了 我覺得更慘 過林峰 是林海峰 不是林峰 你想想 數碼廣播 大班 他帶來什麼呢 他是惡 我認識大班很多年 大班在加拿大回來 當時我在民主黨做 我們一起參與組織 反對預委會 反對臨時立法會 很多年 大班所有缺點 我都知道 第一 聲大甲 我不讓人說 這個大家都知道 第二 口臭 有人說 真是口臭 不是說說話衰 跟著什麼呢 啞詐 你看他走路就知道 第四是什麼呢 想事經常變的 今天這個明天是那樣 轉數快 轉得快 但是為什麼今時今日 大家還要坐在那裏支持 DBC數碼廣告 就是剛才我說的原因 我們再不希望 到我六十歲的時候 打開電視 雷霆掃毒第八集 都是林峰在那裏坐著輪椅去捉賊 有沒有搞錯 昨天那集 大哥有沒有看你們 沒有 沒有 一定上去Youtube看你們 沒得頂的 坐著輪椅 在荒廢的舊樓那裏 居然在那裏捉賊 創了樣子 真厲害 其實我覺得 反過來 演藝界又很新星 但是社運界 我們有很多新星 這些這樣的 免費電台的節目 這麼鬼死廢 大家拍過政治節目 更好看 大家上了街 一起搞謊這個公民社會 繼續押擊言論自由 我們就在公民社會裏百花齊放 這個他真的想不到 其實說回 學民思潮也好 社運也好 跟DBC都有點掛緊 大包很久之前 我身邊了 另一位節目主持人 幫他在那裏 大家拍到大套話 是不是以前的主持人 我們契歌契妹 契歌契妹 我跟我修歌契在一起 對 我說回其實 他還口籌 知道 知道 最口籌的 大包在數碼廣播台裏面 找了一班 當時找到陳景輝 林輝來做節目 柔青元也是跟他們 鄧小華等等 開很多會 怎樣去做好他的節目 當然之後大家有些意見爭吊 但是今天 我剛才看到陳景輝在這裏 陳景輝也來了 大家想想 怎麽可能 商臺或者港臺 在沒有事沒有案底下 會找林輝 陳景輝 鄧小華 黃柔青元去做節目 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所以為什麽 大家聽來聽 我們一起在這裏 大家認得 認得 有一個反國交接領政總 那個禮拜有來的 都認得 這個幫頭仔在這裏 如果 沒有了這個平台 其實是沒有了很多可能性的 不是沒有了錢 香港人有很多錢 很多人有錢 不是沒有地 香港是有地 不過給所有人留回來建丁屋 是不是 香港有很多地 留給原居民 是沒有了很多可能性的 我不想我60歲的時候 我兒子打開箱台 還是軟硬 當時可能黃之鋒已經失望 移民去美國 他這麽聰明 可能在美國UCLA畢業之後 就留在這裏 不再回香港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看天丸地 最記得那句說話是什麽 就是這個城市 快要死了 大家想到 不是DBC死那麽簡單 沒有了很多可能性 香港70年代 80年代 為什麽可以彈起呢 我想方學生都很清楚 是什麽都可以的 是 我覺得 我認同的 是呀 我有個感受 劉南光可以做男主角 你說 就是南光卿太多工作了 所以我就不用了 那拿渣都要轉行去 就是我們 對於社會太多一些不公義的地方 我覺得已經要去糾正 那我自己還有一個想說 表達的意見就是 今天真的不僅是為DBC 那我做議員 做議員仔服務市民 都有五六年了 我有個感受就是 如果我們不珍惜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 我眼見看到 無論毒奶粉好 什麼都好 這個尋人之事罪 我經常 我告訴各位香港市民 我覺得我經常 如果方學生在國內 我就犯了尋人之事罪 不要緊的 你明白嗎 你記住 如果你在國內的話 你只要拿著一支皮刺 叫做釣魚台市中火壁 這樣出來的話 就算打爛警車 驅翻車 燒日本車 島位壽司店 日本百貨公司 都沒有人帶來 明白 那只要記住 有八字 吃火鍋 你小心點 玩補釣 有時候有時辰之咒 是官方想你搞補釣風的時候 就不拘捕你 他不想你搞的時候 你去搞 他也是虐靠你 我隔壁的那位 那位等了很久 我想給你留意 先看看 各位朋友 不敢叫你們聽眾 我沒有見面 為甚麼 大家可否看到後面有個台 那個是甚麼台 那個是官台 怎麼可以讓DBC 放個台上去 叫你在旁邊 隨便 一兩棵東西 鐵了 這叫 搭個台 你就在那裡說一下 鬼給你上個官台 我呢 其實上來 就沒有甚麼好說的 我想說一件事實 因為我三點鐘已經來過了 跪實身 被人入 很後期性 給大家 可以在這個 搭個台 那麼五點鐘 做完節目過來 我又拍了一輛電單車 在那裏橋底 那我不知甚麼叫正總 我只知道黃師傅 是甚麼叫正總 那不是一個 穿著制服家sir 我很尊重地叫他警察 我不像那些人叫他警察 我叫警察先生 正總在哪裏 那看一看 正總 那第二個警察先生 就走過來 甚麼事 他問正總在哪裏 正總在中環 我當時是很生氣的 我真的不記得拍下 還有拿下的腦袋 其實那個人不是林峯 其實那個人不是林峯來的 我是在這裏拍戲的 你有沒有搞錯啊 正總在中環 對了 正總在中環 但是叫我中環怎麼找呢 警察這裏可能只有四十人 如果個個知道在這裏 可能有四十五人 對不對 那還有一件事 我要告訴大家 原來一個警察告訴我 正總在中環 我沒那麼害怕 兩個正總問了總台 正總在中環的 你們還不快點拿電話 叫你家裏的人快點 坐滿他 對爆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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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劉南峯你的拍檔也在這裏 就是在黃之鋒帶來的那裏 梁家權 大家給點掌聲 梁家權 你現在有甚麼要說啊 還要有甚麼要說 劉南峯說了一個很好笑的 驚訝道理 我以為自己來做麻痺騷 就這樣做吧 沒所謂的 很唏噓 我沒想到同台跟你在這裏說 這個真的要說一說 要站起來說 我和梁家權 我和梁家權同台 有很多記者 CAMARA拍攝的時候 就是大約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 都是大班 都是倒閉 你說死而死 請這兩個就倒閉 真的可憐啊 真是 那我們第一次見過大班哭 就是十年前 是啊 十年前 那就倒閉 倒閉 一顆就去留下這個 這個 是不是惡如雷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 我和阿細良 其實有拍檔很長的時間 就由傳統的媒體 到 反而在電台沒有跟你合作過 沒有 我以前就打陶傑 很難你合作過 有 我去過你的打孫兵 有 有 你幾次來我 不能說 還有 沒有 沒有 對 所以我很幸福 我剛才看到阿琴 我坐在這裏 從旗艦過來 大家打個招呼 我突然想起 十年前的畫面 但我真是衷心希望 這次的結果 跟上一次是不同的 我覺得 我記得 因為上次沒有這麼多人坐在這裏 支持這個 高打廣告的上次 我是經歷大班兩個倒閉的 上次的倒閉 他很欲容的 大家還在為人民服務的那個牌匾下面 拿著兆帳照的照照 拍照 但昨天 我目擊了 大班 是匆忙地 找哥倫比亞搬運公司 隨時把她在深圳的畫 放好 他老翻 不要這麼大聲 不介意 不動華大意 我沒見過 大班是這麼亂 趕快收拾東西 他有一輛車在公司 那輛自動車 我見他不收拾 我問他 為何你的車不收拾 誰不知道那輛車是我的 我需要收拾嗎 他十年前後 在他手上兩間公司 經歷這樣的命運 但是這次 我覺得很不同 因為大家都看到在台上 反對滅聲 橫聲羽毛 關鍵點在哪裡呢 其實 大家明白嗎 明白嗎 原本我以為我和劉南光的節目 可不可以聽嗎 好 很可惜 今天五點鐘 我來這裏支持 最後一分鐘 是由我們的節目結束的 但是我覺得是 雖然有點傷感 但是我覺得 看回頭 雖然說 十年前我們也是同台 在那裏對著電視機說這個倒閉財源 演殺 但是我覺得 看回頭 其實大班培養了 給了很多可能性 就是香港有志於創作和做傳媒的人 這個就是大班培養了吧 是不是大班培養了 給點聲音 大班培養 大家的聲音是通過今天 DBC的轉播是全世界的華人都聽到的 所以證明 無論傳媒是多麼冷待 DBC這件事 但是 我可以這樣說 我公道志在人心 大家想想 大班在香港傳媒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人 大家不記得 他培養了很多 是很有創意的 大家記不記得 麥兜 大家知道麥兜 當初麥兜的漫畫 就是在星期天周刊裡面附送的 而星期天周刊 也是大班當時投資的一份響文 包括剛才 居然可以找到劉南光和梁家權 去做飲食節目 其實是大班才想得到的 但是結果證明是成功的 這些創意 怎可能 商台會找些什麼人呢 鄭月齡 陳志雲 大家先坐下 因為後面那些看不到 全部都是無線電視出來的人 他會不會給創意 新的人呢 剛才那位12歲的Rod 這裡 我接過你的電話 其實 你打了很多次上來 早上 早上 幫你茶杯 幫你茶杯 帶回自己 親自打電話給Rod 叫Rod 喂 你待會兒你有沒有空 打電話上來訪一下 這個國民教育 這樣 這些就是大家看不到大班的一面 他是給了很多可能性 包括找80後的人來去策劃做節目 包括找一些 外面的人 是不會再用的人 進去 重新 令到他們 可以投入回去做廣播 我相信 在很多主流的媒體 都不會 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 如果香港數碼廣播 在兩天之後 真的受終正寢的話 這個絕對是每一個香港人 最大的損失 是不是 是 是 我真的想不到 其實我是做傳統的媒體出身 過去二十幾年 我都是做文字媒體的工作 進來電台 大班真的給了全新的可能性 我也想不到阿世良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 在政府裏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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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過 如果 我們今天 坐在這裏 不是單止為DBC 而是如果 我們為正義 為公義而發聲 大家香港人都很容易 會涉及到 所謂 如果在國內 就叫尋人之洩罪的話 今天我們不會在DBC發聲 將來我們大家都是他朝相看 都是軍體與術相同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也要團結 為我們香港的熱門自由和廣播事業發聲 剛才我們都聽到了 鐵達哥 繼續努力 我們 我想剛才在後面爭取到 霸佔了這條道路的朋友 我們給點掌聲好不好 我剛才聽到劉南光說 給警察哥哥鬥 這些好小事的 我們一些地區人士 往往在政總部附近 政府總部附近 在爭取一些 將一些民意的聲音發表 是經常被警方哥哥查新聞證 一些很不合理的待遇 甚至我試過一次 有個警察的姐姐 她就說 方議員 你認得我嗎 你認得我 我說 你認得我 她說 你知不知道上次 你衝出馬路的時候 她說 我抱著你那個位 她說 真是很抱 我記得了 其實我很坦白 我想告訴警方 或者一些 做安全的朋友 我們明白到你都是打工 但是他們都希望理解到 其實有很多機構 或者一些傳媒製造人 其實是為了我們社會一些公義的聲音 去驅動 所以希望大家都互相尊重 也都理解到今天 為何我們這麼人齊仔仔的政策 我們大家支持DBC的工作 好 剛才 請問世良廣告 就是思念家人 我想ABC的第一句話 和諧 不是一百個人 講同一番話 而是一百個人 講一百句不同的說話 而有互相尊重 我相信DBC就是那九十九八聲音 好 而且 如果只是看傳媒 電視台的報導 很容易會很偏袋 會覺得DBC這次的事件 很簡單 就是有間電台 因為那些雙人的糾紛而會倒閉 如果就是看那些電視台的報導 我們可能真的會以為是這麼簡單的事 但是我想說 其實這次整件事 講的是 我們相信那種的廣播自由 那種的核心價值 好坦白說 其實我不是一個經常聽電台的人 也都不是一個經常聽DBC的人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們這麼多的市民 我們來到公民廣場那裡 我們講完私信自由 我們講言論自由 我們迫爆政總天橋馬路 我們來就是希望有多一把聲音 可能特別是我身邊有一些同學 今天問我 咦?你又去公民廣場 你又去浸泉 你做甚麼 我就說支持DBC 可能他們也不太知道DBC 但是我跟他們說 我講錯D.A.B 其實我們這次來 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希望社會上 在傳媒 在大戲電波有多一把聲音 之後我用個比喻 跟我身邊的同學說 你都不想二十年後 都是繼續做TVB 都是繼續八點 八點半、九點半 都是那幫人 繼續在做電視劇集中 這一個就是為何 我要刷DBC的原因 這一個就是我們相信的 想過的自由 我們的言論自由 多元的聲音 不同的選擇 我相信 我相信 香港 香港人是很可愛的 但是香港越來越不可愛 很多朋友跟我說 好像我這麼上一年多 他們說想離開香港 想移民走 我同樣 我二十幾歲出來做事的時候 實際上也都經歷過同樣的情況 在九十八九年之後 八九民運之後 九零九一年 我很多同學 是離開了香港 移民去 未加 當時包括連新加坡都去了他們 但是 這兩三個月來 反反曲曲 也都有很多朋友 表達同一樣的感受 覺得很沮喪 覺得很沉悶 各種東西 打開收音機 打開電視 打開報紙 所有的東西都覺得是不妥的 所有的東西 很多都是聽下去覺得 咦 為何會這樣說話的呢 為何這些局長 司長 特首 說話會是這樣的呢 落到立法會 為何會這樣說話的呢 大家都覺得 好像有一口氣 鞠躲在那裡 但是又出不了聲 我 自從DBC出事之後 我在這個數碼網 看到很多今天都有來的朋友 每一次 包括上次認識 我也看到今天有很多 因為我上次關燈的時候 也有來數碼網的朋友 他抓住的手跟我說 他說 我由早到晚都聽DBC的 你們不要收拾 我還買了很多個的 明知已經關燈了 還買了很多個三機 我聽到很感動 我不會笑 我覺得 那些都是一些 長者也有 一些很基層的市民也有 他說我乘巴士來 很遠來 來到這個數碼網 就是想支持大班 大家昨天 如果有上Facebook 都看到 有一個婆婆 拿了一兩金來 那兩金的照片 放在DBC的Facebook裡面 他說我 只是想支持你 希望數碼網報能夠繼續下去 這些是很普通的市民 他們未必很善於表達自己的感受 也都未必可以打電話在封印裡面 很流利地去批評蘇錦良 批評劉振英 批評建制派 但是正正就是這些普通的市民 是最身體力合 但是 老遠地走來數碼說 去表達 因為他們不會說 所以他們才是 用行動去表達 他們對DBC的感情 但是大家想想 DBC 真正廣播的時間 其實不太長 但是為什麼會 這麼短時間 已經建立了這麼深厚的感情 有時候他抓住我握手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的手很大力地抓住我 就是我覺得那種感情是真摯的 而我覺得正正的原因是 這個就是電台廣播 和報紙 和互聯網 和電視 是本質上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因為電台廣播你就好像一個朋友 每一天 早上在你身邊和你聊天 而這種電台廣播的模式 是和其他媒體 和他的聽眾所建立的關係 是很不同的 和看電視 和看報紙是很不同的 在報紙你看到那篇品寫得很好 你會說寫得挺好的 但是你如果聽電台廣播的話 它是真的有一個感染力 是可以令到大家 是把感情投入下去 而我相信大阪之所以有這麼多人支持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能夠 將很多很複雜的時事 政府的政策 官員的失誤 用一個很有趣 用一個好像和朋友聊天的方式 來 告訴大家 大家好像每一天 就是聽著朋友在討論時事 就真的好像在茶餐廳 在茶樓裡面 大家在聊天 說說昨天梁振英 為什麼要說這麼傻的事 或者林鄭月娥 哭究竟為什麼 真哭還是假哭 大阪就好像一個朋友 大家在那裡 在那裡閒談 在那裡開玩笑 而這個感情 我想在不知不覺間 就建立了氣力 所以我 一直我都相信 香港不是會死的 香港是有希望的 大家看一下黃之鋒 學民思潮的同學 陳昔志英 改國教家長會的朋友 他們終於做到 真是一次成功的群眾運動 令到政府的政策是終止的 我記得7月2號 學民思潮的同學 在屯門 如果沒有記錯 黃之鋒改正學 在屯門 梁振英下去做show 劉王法主持會議 夾定計 不讓其他人提問 學民思潮的同學 問不到問題 最終 他們選擇行動 用行動的方式 衝擊這個會場 舉牌 終止這個會議 大家記不記得是7月2號 當時有沒有媒體 去報導學民思潮的人 是不是佔那麼多數的 有 不過不是那麼多數 Cable有很詳細的新聞 但是其他電視的新聞 只是說有人抗議示威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9月5 第一個禮拜 居然成功發動 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就是當日7月2號 那幾個同學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不到 所以我說香港人 是可愛的 正確 視覺 DBC的困局 好像令人很熱鬱 很隱瞞 好像沒有出路 但是出路是在自己手上的 真的在自己手上 大家看看後面 坐到出去法路那裡 牽轎上面的朋友 兩邊的朋友 大家坐了很久 5點鐘來到 有些4點多來到 幾個小時一路 這個就是正正告訴我們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其實不像梁振英那樣 是用把口說的 是身體力行 是用腳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感到沮喪的朋友 大家不要被這種負面情緒 會蔓延下去影響大家的心情 所以剛才我和梁家權 站在那時候其實是很相談 因為十年前 我們就是宣布茶杯雜誌結業的 我就是總編輯 他就是營運總監 十年之後我們就坐在那裡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 我覺得這次的結局 跟上次是不同的 因為這次我見到坐在那裡 這麼多人出來 就會令到天國是不同的 是嗎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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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實上真正能改變歷史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愛護香港 守護香港的群眾 有甚麼事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要出來支持香港 好不好 好 我現在要再進去 就是繼續財委會的會議 跟葉國謙斗爭過 繼續拉過 另外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言論自由很重要 我們今天除了我們支持DBC的同事之外 還有員工 也都要支持所有很有心有心 一起努力在我們傳媒創業產業努力 為我們製造這麼多好節目的朋友 我們一起支持DBC 橫聲於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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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方國先生 我們又有另一位很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 就是麥潤壽 麥Sir 麥Sir,你好麥Sir 我沒有想過上這個台 你聽遠眼天師是聽我長大 對 今天我都還在 其實不是廣播界的一件好事 但我希望為廣播界做好事 今天我沒有打算上來這裡說話的 但我聽到心機說有五百人來了 我覺得是時候說話 五百人 五百人 我才第一次認識到五百人是這樣的場面 所以我就說你覺得好意思 其實我不知道五百人是多少 現在我才開始認識 這裡有十多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大約五百就去到那裡 一十八十 九十 一百 我現在認識計數 我回去教我兒子怎樣去數人數 王智峯一早數了 四千人 是嗎 今天我沒有打算上來 我怕我有一些朋友 他不會錯得很晚 就是有很多公公婆婆 他們是來的 你們不要吵 給公公婆婆叫我 行不行 是 他們在後面那裡 在那裡 他們是沉落的一群 他們也是流淚的一群 他們也是我希望留在廣播界的一群 他們晚上睡不著 所以我都希望留在廣播界 如果不是 其實我應該退休 給一些年輕人上 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以一個字出名 什麼字 穿 穿字 沒錯 今天我很自卑 我從醫館的台去過紅館的台 我覺得很驕傲 但我從來不知道原來站在這個台 是這麼驕傲 好 我一生人 我經常看立法會的轉播 可能多過很多政治評論員那些主持 那些 其實我是經常看 但是我沒有想過 我有一天 會站在這個場面那裡 這個是我 畢生難忘的回憶 也都是我畢生的回憶 好 我會加油 但我很老實地告訴你 在過去幾個月實在令我異慶難殺 但是幸好我都靠自己那些口號 靠我的學生告訴我 是 你不欠個結婚 一定可以 我不相信 人民的力量 是會輸給權貴的 其實我真的很想退休 2013年你知不知道我多少歲 小個Q仔 我有資格叫他Q仔 2013年 你28歲 和陶明倫一樣 黃之鋒的數應該沒問題 我的出生年份是1953年 我60歲了 我退休了 應該是給這些年輕人上來的 但是有時候實在退不到 退不到 我知道有班公公婆婆 她真的沒有什麼節目可以聽 所以我希望陪著他們 我知道年輕人 謝謝你 很多時候他們勸決鬥志 就是沒有了永不放棄的精神 但是我見到黃同學 我很安樂 她就是靠Never Keep Up的精神 而可以成功 什麼國教 反國教 不是啊 不是撤回是什麼國教 國字 國字 國字很難寫的 國字是不是應該難寫一個撤回 因為國字你以為各個會寫 所以要找一個更深的字 看看你同學懂不懂 國字 國字 國字這個呢 這兩個字是很辛苦 用永不放棄的精神拿回來的 我們給點掌聲 我希望所有的同學都有這一份精神 所以我搞永不放棄同學會 我希望年輕人有這種精神和態度 在未來的日子 我想大家就要靠這種精神 才可以爭取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大家想要什麼呢 言論自由 就是言論自由 其實大班為何要找我呢 他這麼口臭的人 為何可以適合我呢 那是你們的 因為你一樣愛我 我也一樣口臭 你說是 我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梅艷芳還沒死的時候 都是說我是臭口組組長 不過後來我改過自身 因為知道有大班更臭過我 是 時間總是過得很快 我在廣播的道上 生活了二十幾三十年 我差不多畢生的歲月都是從事廣播 我聽到大班 其實大班早在五年前 他是第一個找我 我都很驚奇 為何他知道我口臭呢 沒有理由的 所以我其實在五年前我答應了他 如果你搞電台我一定不幫手 其實大班就是一個肯接納不同聲音的人 我的聲音跟他絕對不同 我是不可以跟他坐在一起 但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共事 這個就是我們互相尊重 聲音可以不同 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為市民造福 我講的是這麼多 今天沒有什麼歌聲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稍後會做歌聲唱歌 好啊 好啊 你們有沒有買一張花來 馬上去買吧 我想做一下林峰 送了輪椅給林峰 好啊 但是我一段時間我唱歌不會比林峰 好啊 好啊 好 好 留一段時間我唱歌 謝謝你們 好,再見 大家加油 我們為了廣東婆婆 你們這麼辛苦來到我們鼓掌 好啊 剛才大家不斷說過 整個反國教的運動 由7月2日沒有人管 到9月節令政府中部 最終我們迫使到 剛才問我說設定過 哪個比較難寫 我覺得對於梁振英來說 兩個都很難說出口 但是我們都做到 我相信國民教科這個政治任務 我們舉得下 同樣地厄殺廣播自由 厄殺言論自由這件事 我們這條底線 我們一樣可以守住 好啊 好啊 但是我希望黃同學 你不要用太多拍子寶 好啊 因為梁特首已經沒有拍子寶用了 他已經買不到了 還有十大武器之手的摺凳 原來真的沒有了 現在哪裡有人再用拍子寶 好啊 現在黃同學都用太多 對 黃同學繼續 不是我相信是 在整個運動那裏 一班學生都可以令到政府 動搖 他的管治威信 被我們重創 同樣地 DVC 我們這個環星愚民 反對滅星運動 我們一樣可以逼到蘇錦良 逼到梁振英政府 跟他講話 之前我們說要洗香港人老 沒有那麼容易 現在我們要說 要滅我們色 不是那麼容易的 好啊 還有我經常想說的東西就是 其實有時候經常說 這是一個政治議題 或者是一個政治爭拗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很多的東西 已經是回規一個基本步 回規根本 到底我們的政府 到底蘇錦良 他有沒有尊重過我們呢 無論由國家事件 我不斷提起說 其實我們真是希望 炭健給一個最基本的尊重我們 同樣地 我們真是希望香港 可以有多一個的數碼電堂 多一把聲音 多一個選擇 是否這件事 蘇錦良 他們都要多一番打壓 轉之不離呢 別人這些奧運那些 他們可以站出來 為何今天一說到這個數碼電台 他們就全部收了聲 不斷要說這個是商業糾紛呢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蘇錦良 我們的政府 是真的需要給香港人 每一個DBC的聽眾 一個最基本的尊重 最基本的交代 我覺得蘇錦良 你們的股東搞定他 你們要以市民的利益為異貴 為何股東要以市民的利益為異貴 為何官員不可以以市民的利益為異貴 插手是否一定政治或者商業的干預 我不覺得是 還有最好笑的就是 剛剛星期三 梁振英在立法會跟大家說 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 已經過時 所謂的小政府大市場也都不合適 政府今後要適度有違 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既然你的政府這麼有違 為何數碼廣播政策 已經接近爛產了 你還在袖手旁觀呢 而是說這個是商業市場去解決呢 自打嘴巴根本就是 謝謝 我想在數碼電台裏面 除了有所謂政治節目的聲音 還有為老人家服務的聲音 為市民揀壓的聲音 也都為年輕人 可以有些正確價值觀的節目 我想不只有一種節目 我想香港也都不可以得一種聲音 我希望透過DBC有不同的節目 亦都可以有大家不同的聲音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介紹一下 譚香文就剛剛來了支持這個 藍聲於民反對決聲 爭取DBC伏過的日報 有請譚香文 首先衷心感謝香港人 你們的熱誠 支持一個數碼的健康 5點鐘就剛剛剛才的朋友 就說關了牆 大家很同識 我都是很同識 所以就放了工走過來 我想衷心感謝 我都第一次見世良兄的 我記得上個禮拜 是不是禮拜讀一個電視節目 你有沒有記不記得 世良兄就說了 他說從政府的部門走出來 他有兩個字 阿世良兄你那兩個字是甚麼字 普選 為甚麼你會說普選這兩個字 因為你這個政府是誰 是不是人民選出來 是 是 那世良兄很感觸 做了政府的公務員 這麼多年之後 他覺得就是 政府不是由市民選出來 他所有的政策 都是未能夠觸動到你們的支持 所以政務官做任何事 都是違背了香港市民 所以那兩個字 好選是十分之重要 是不是 今天你們有沒有機會發聲 我們的數碼電台 是不是要倒閉 你們講不講到話 今屆的立法會議員 還沒到下個星期 但是他們做這個動作 主要是做甚麼 你聲音 最重要是不要拉布 你們是不是再想拉布 拉布 拉不拉 拉到幾次 但是我們是否希望 我們的數碼電台 可以繼續播下去 但是我們要做甚麼動作呢 我想靠是公民社會 如果你們靠立法會的同事 我都希望他們真的做到 但是立法會 尤其是民主派的議員 是太少了 是不夠的 不夠足以 是整個動議 令到通過 所以是要靠各位公民社會的朋友 在這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是不是要搞多些朋友出來 要做多幾多次 無止境 所以在這裏呼籲各位 繼續叫多些朋友出來 去支持我們的數碼電台 多謝各位 好 輪到我接班了 我是新聞編理的節目主持李錦濤 這時候其實我是準備洗澡睡覺的 因為每一小早要4點起床 準時5點3 可能電台 等大家報紙來動 我跟壽仔 年歲就相親一年 你覺得誰老一點 差不多登陸 好像我們這樣的 登陸之年的男人 激情會減退 不過異憤呢 異憤呢 異怒呢 會澎大 我們的憤怒是來自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憤怒來自我們幾十年的人生激烈 我們的灌亂 我們不是亂吵的人 是亂吵的人 你很少聽見 就是 阿麥sir這麼激情 就是我們觸動了我們心裏面 那一部的氣 我在這個露天廣場去 去行集會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這裏 我們看到月光 在某個時間 就月光會出來在我們的頭頂 月亮代表了一種的理想 一個和諧 公義 理性 平等的社會 平等的人 會把他的手指指向月光 那這就是月光了 沒有人可以完全代表真理 代表和平 代表公義 但是每隻手指 就讓人 是看到究竟社會應該 我們朝著哪個方向 去邁向這個公義 和平 理性 有情有義的社會 所以今天跟著呢 有兩隻手指帶來 先帶著新手指 新任的議員 諾乃光是資訊科技大駕 好 請我給我 諾乃光 多謝 多謝李錦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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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知道以前是怎樣 但是呢 我都覺得是很難過 因為為什麼 我們希望 真是 講一下 事 的機會 都沒有 我們 希望 跟著程序去做事 他們都好像想說 不給 我們夠票 不用理你們 不用理你們 好了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當然 又是我們不夠票 我們當然希望 市民將來 會真是 記住 如果他們不出來支持 我們這一班泛民的話 那日子 會變成怎樣的 入面在那裏 說出聲 外面大氣 Fan 製波 一直這幾個月 就在製一聲 那 Dbc 我不用再重複了 大家怎樣去珍惜 這個 我們發聲的機會 我們發聲的僅餘的 渠道 政府是不理的 不論你說 已經發牌 還是 未發牌 他現在不告訴你 發生在什麼事 政府採取的態度 都是一樣 越少聲音越好 所以原來我們跟回建制 跟回制度裏面做事 不論在立法會以來 不論是在我們發牌的電台裏面 原來都是機會越來越少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原來我們在立法會裏面 是真的沒有什麼用的 有用的是什麼 你們這裡的幾千人 所以你們一定要支持下去 我早上九點鐘都說要回來這裏 是等了嗎 是 好好好 但是今晚我一會講完 我都要回到這裏 但是我還想多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個立法會裏面 有一個叫資訊科技及廣播的事務委員會 這樣主席黃毓民已經開了 10月26日就有個特別的會議 這個特別會議 所以我今天收到文件 就看到會邀請政府的官員 來去解釋有關數碼電台 廣播這件事 好 好 好 我很多謝 對呀 憲民都立即做事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不是很足夠的 為甚麼不會除了叫政府來之外 為甚麼不會叫相關人士一起來去說 你們說得對不對 對呀 政策的問題 所以我回去呢 我會看下就會 寫信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 因為我選不到嘛 就會邀請他們 邀請相關的郵士 這間公司的管理層 這間公司的股東 甚至乎你們去出席特別的會議 說給他們聽 你們是怎樣珍惜這一個隧道 這一個聲音 這一個電台 好嗎 好 那你們要幫忙了呀 好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 不妨礙大家太多的時間 我將麥克風交給錦洪 莫乃光議員 其實星期一那個會合是早上午中 早上午中才會 早上午中才會 那…星期幾 26號 有新大選委會員還是介紹 我先介紹自己 我叫周偉雄 是佳晶的區議員 我已經認識了大班 認識了西蘭 阿嘉隆、康兄、嬌仔 由2003年我開始參與四股運動 2004年 就因為立法會選舉認識大班 我不客氣說,大概三個月前 有人跟我說,大群個頭好像有點危機 去到九月頭,我還在說 可能是這個市場的安排 會不會是大家古蹤之間隔 做長屁,吸引多點慶祝呢? 但是,越看越不對勞 去到今天,現在 大股東之一,是股東之一 黃楚錶正常下了禁制令 找了執法例來準備封電台 我坦白說,剛才在下面聽見 細良在那裡,很譚笑風心,很輕鬆 但是,我的心臟是拿著拿著 因為我見到這裡的人數 對比於九月初,在這裡學民思潮 遺症中的時候,人數還欠缺錢 坦白說,現在星期六和星期日 還有兩天的時間 我在這裡請在家裡聽著節目的朋友 我請你不要在家幫我發心 看明天,下來了好不好?各位的情況 好! 現在星期日,下來了好不好? 好! 好! 我們要令到政府,知道我們的力量 好! 另外26號,我應該在這裡呼籲各位的朋友 如果你們是不用上班的 我們一齊下來,撐牆好不好? 好! 好!周慧雄一定會來 好! 好! 好!接著是有一位懷疑議員 李卓人也來到 李卓人除了支持支持撐ếms 我們也有關這個 那個 上班的其中一個學問的人 那個真是 上街的取 curry 我們給點掌聲,李卓人 好!我們給點聲音 好! 我們要滅聲的 中國共產黨,當然聽,好嗎 好! 反對滅聲 反對滅聲 橫聲愚民 復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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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他剛才說給中國共產黨員聽 其實他剛才的狼乃光就說要找一些有關人士來 我一聽到有關人士是甚麼人 其實你當然是黃楚彪那些當然是吧 甚麼李國筆那些當然是吧 因為有兩個 是吧 但其實還有很多人要來的 因為真正的有關人士他們背後是甚麼人 所以其實我記得一件事大家記得 就是梁振英曾經在競選論壇那裏被人揭發一件事 就在行政會議那裏 他是想把商台的軸牌去左燃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 是的 李世仁 你知不知道 一會兒我繼續給你一個機會發表演說 你知道你提起商台呢 他就真的被商台封咪那次很大電視 你知不知道今天他現在慢慢暴行進來 我們用我們的掌勢支持鄭京翰、鄭大班 好… 我們在這裏… 反對面色 橫勝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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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敏輯自由 橫輝輪自由 橫圓輪自由 橫到底 橫敏輪自由 橫到底 大班又…是否上來 是,大班來的 是否上來才行 上來的… 這個10點前特首 今天遭逢劫蘭 我們要掌聲,真是支持 堅持到今天這群眾 希望為弱勢社群發聲的 鄭京岸、鄭大班 好… 反對滅聲… 反對滅聲意聞… 撐DBC… 撐言論自由… 撐DBC… 撐言論自由… 各位香港市民 你可以儘快 亦都趁緊時間通知你的朋友 因為現在只是7點8點 待會我們仍然會繼續在這裡的廣播 歡迎鄭京岸、鄭大班 好… 反對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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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聲於民… 橫聲於民… 撐DBC… 撐DBC… 撐言論自由… 撐言論自由… 對滅聲於民… 撐DBC… 對滅聲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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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輝是一個很善於管理傳媒的人… 他辭了信務… 行政總裁的職位… 本來… 小超給了4%… 信務的股權給他… 因為他離開了信務… 他放棄了… 那裡可能值幾千萬… 我一個很尊重的朋友… DBC… 初初我買… Buy的時候… 我以為過了我朋友… 原來只剩下一個人… 我叫夏佳麗… 他投資了一千五百萬… 夏佳麗跟我說… 他回答我不要了… Right off他… 我不跟這些人走在一起… 好… 夏佳麗跟我說… 陳大班… 我不會給一個… 不同的人買他的股份… 他說我不要… 給這些錢人用… 他說我不要… 我不會賣… 也不會買他們… 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 我很不好意思… 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婆婆又給了一筆錢我… 我一輩子都沒試過… 這樣就給我錢… 每天我在淑馬港… 走來走去… 其實… 沒有在過癮… 其實有… 走過這些… 走廊… 有個人走過來… 就塞夠錢給我… 一會兒就塞夠金給我… 一日收封禮事給我… 一日把支票給我… 一日就買些東西給我… 其實我是很不好意思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始終都是一個… 經濟獨立的人… 我為什麼要… 別人給錢我們呢… 你希望我們支持呀… 我… 我知道大家支持我… 但是… 是令我很感動的… 所以我和何國輝… 何國輝在這裡嗎… 我和他商量了之後… 今天… 我們其他股東派人來… 接管DBC… 現在DBC不是由我們… 何國輝管理的… 是一間會計師行管理的… 我又不知一間會計師… 怎麼會他管一個電台… 我和何國輝決定了… 我亦都在這裡… 向大家保證… 我的股份是不會賣給他們的… 好… 我的股份是不會再要的… 要不然就收拾了它… 我不會賣這個電台… 給這班人管的… 好… 我一個師傅叫我… 本來我說我一半… 我一半價錢賣給你們… 其實這是一個商業策略來的… 我一半價錢賣給你提議的 他說你開價錢賣給他… 你一半賣給他吧 他不賣給我們… 現在我只要每買他們的股份 我借,我也借回來 借我們也不夠了 我借不夠的 我借你們借… 好… 好… 有同一個人借錢這麼大聲的 你也不夠借… 這個人算壞了 所以這些人說我口罩 只是說我口罩,你會去哪裡 好… 那劉世良去哪裡 我借我口罩 你會去拿DVC 好… 要是你撿過去 好… 我們不容許DVC落入一些… 沒有資格去做電台 沒有資格去說話的人在手上 你有錢大了嗎 好像叔叔那樣說 你以後再把你的股份不喜歡吃飯 你就不讓他們買米嗎 我告訴你 叔叔以為是,我們人多 他們有錢 但問題是,真是有錢 我漠了 在香港 尤其是在梁振英領導的政府之下 有錢都可以大了 現在領匯我告訴你 領匯裝修了那些商場 你是買不到菠蘿包的 你買不到新鮮出爐的菠蘿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不租給那些麵包袍 你交到中文也不租給你 因為你做不到生意 你做不到營業額 我就是不租給你 所以叔叔說得對的 叔叔他不是說得對的 他說你有錢 難道你不喜歡吃飯 你買完 你買完 我沒有米買嗎 是啊 你現在買菠蘿包就買不到 我告訴你,領匯就買不到菠蘿包 領匯的商場 你將會買不到菠蘿包 你要去Supermarket買 所以我們香港人 我們要站在一起 不要再聽別人亂說 DBC不是一個商業糾紛 我有禁制令的 我隨時坐牢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老婆很害怕的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害怕 我… 我經常租不適合 我也是個太平新鮮 租得更多 有時想想 如果我坐牢會不會多累 我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一個商業的糾紛 這是政治坦 他們要封我的麥克風 我在第七次被人封麥克風 全世界沒有一個機制 被人封過七次麥克風 沒有的 我其實真的此生無怨 無端什麼人封七次麥克風 封的口臭到這樣 不是啊 我不是大哥 他們就是不要我 那把聲音 在大氣電波那裡繼續播音 我們香港人是很折磨的 我們香港人選一個電台廳 都不給的 大家今天坐在那裡幹什麼 真的聽這幫人說嗎 我剛才一直在直播室那裡做事 一直在聽著 我這樣很悶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好位死妹 大哥 走來聽這幫人在這裏 在這裏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在這裏說什麼 但是你們坐在這裏 不是來聽別人說話 如果聽別人說話 回家裡 開了DBC 還有一天 禮拜末過一天 需要走來這裏 走來這裏就是表態 走來這裏告訴那些莫不關心 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剝削的傳媒聽 DBC不是一個孤島來的 DBC是代表香港人的聲音 我不管你什麼報紙 我不管你什麼電台 什麼電視台 你當我們DBC的聽眾是不存在的 侮辱了 因為你聽眾 全世界有哪個電台沒有錢 把樓都聽眾 夾錢給你出 這麼壞 其實這麼好 你弄得我們這些股東 你知道嗎 為何要派人接盤 那裏私人在這裏 待會在這裏 待會在這裏 可以嗎 我不是說那些話 我問為何 待會在這裏私人 待會在這裏私人 我給大家一口 給大家一口 阿富 華文見真情 大小斌同台出現 你知我聽說我做節目的人 你知我講那些話 又去講別的話 明天就先拆開 鄭家富第一次選領法會議員 是功能組別的 你知不知是否答得到 他有甚麼功能組別的代表 這裏可能有些是我的選民 不過他可能未必讀得出那個選 他是代表金融界的 你讀不讀得出 你讀不讀得出全領 總之你就是代表金融界的 這裏就是小圈子選出來的 新九組 然後第一次 中等的小圈子 不過他第一次參加立法會選舉 我去幫他拉條 是 在大埔 是 大埔 好像是大埔 那是大埔 那是大埔 在天橋那裏 是 我跟他拉麥 我叫他投我一票 然後有個發洩過來 大埔 你兒子嗎 是呀 是呀 你投我兒子一票 我是一個反應 如果我是他的兒子 大埔應該打頭 哈哈哈哈 哇 你的你原來 差不多 你太可惜了 在生理上還可以做到 我知道你生理很厲害 不過呢 都要看法 你不是說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 那些股東 為甚麼 其實你很多事都不能說 不過你已經說了 那你要我怎樣跟你說呢 說開就說 即是做女律師呢 各位 阿翊華你知道吧 做大埔的律師 我都說出來了 你說易做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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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做又行 易做又行 你給你們兩個 各位 又有三張 令你很不好意思的 支持你打官司的任務集數字 他怎會不好意思 然後呢 有一個數目字 我希望你向大家 現在肯定超過五千人 如果你問我呢 阿之鋒 你知道小朋友 是很誠實的 如果你問我 我當然說一萬人 五萬人都很厲害 如果是李卓人 說這裡有萬三人 你起碼 當然是贏 那就由他減夠 你說四千就說你一千 你說一萬 起碼也說三千 那在場的朋友是知道呢 今晚有多少人在演唱 五千人以上 六千人以上 這是我自己 好 為每一位在這裏 自己和自己的部長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香港市民 我們有一個訴訟基金 一人間我們就會介紹那些 真真正正拿著我們真的 錢箱 讓大家隨便落座 但是呢 剛才在馬路對開呢 已經有人拿著那些 無形的 假的箱 所以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這一分鐘開始 請各位市民在現場 不要隨便捐錢 我們一人間呢 會介紹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義工的同事 告訴你 我們的箱是怎樣的 好嗎 小心點啦 好 多謝大家 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我們在後面還有救救站 麻煩 不是的 我覺得那些朋友 可能真的想幫我們接錢 我們不要用一種心 我們用一種善心去看別人 如果他真的有騙不騙 就騙不騙救我 反正要被大班騙 講回那些法律 就是比較敏感的話題 是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是老公董 老公董 應該是站在旁邊那些 唉 你想說些 我們公司今天就被 根據高等法院頒布的 接管令 就叫做德芹會計師 來接管了 他們就負責管理公司 全部沒有訂去 我懷疑 我想說些事情 我懷疑 不是在董事會聽回 他經常都說他懷疑 在報紙看到那些事情 我以為就能說 可能他發問的時候想到 我真的懷疑 因為真的沒有真憑實據 因為你想想想 為甚麼DBC幾個月都沒有錢 為甚麼大班又掉下 又有糧出 接管控位好聽 當然有糧出 當然有糧出 所以就找人來接管 說真的 這些是你的 由早到晚發夢 都希望得到的夢想 不是真的 我不是說你這是發夢 而是真正的夢想 大家想不想知道真相嗎 大家想不想知道真相嗎 你給我一點掌聲 我就告訴你 好 跟上大班的何國輝 在填錢給公司 陳凱琦 交很多的付費 人家的錢 你別拿錢 嚇人家的 先拿面子 陳凱琦 大哥,別人盡責 大哥 大哥 好嗎 你天天就問我 那個基金面的錢 是嗎 現在讓你看看 陳凱琦 陳凱琦 六十八 是… 這就是了 不是,我送給陳凱琦 陳凱琦 那張不是我們可以給他 那張… 不過這樣 我都要大班 都要講講 今天來到這一刻 現在我們接近二百七十萬 好嗎 但是呢 大班都會說 哇,距離一千萬 他就說很糟 因為呢 已經給了三百萬 是 因為呢 今天那個速度 比我們平時的平均 是慢了一點點 因為平均通常都有四五十萬一天 今天呢 可能大家也等到今晚了 明天早上或星期一再入 所以大家記住 我跟我說 當然 大哥,我哪有手呢 那現在 就是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 謹記 大班呢 這個籌款商人 你看著 啊 海琪最緊張 其實可不可以你們 這麼敏感的 叫我走開 很醜 大哥 所以跟大班 開麥克風 你不知道他會開哪裏 他經常問你 基金現在多少錢 他經常說 這些好販 除了你的外後 哈哈哈哈 OK 先下來 麻煩你 給我一點掌聲 給我一點義工的衣服 來 其實呢 給我一點掌聲最厲害的 不是 不是開玩笑 他說 我們整天去看馬戲 說一陣子 就找一隻猴子 就走到周圍拿東西 那些猴子 那些猴子就快出來了 那我告訴你 你說他是不是口臭 哈哈哈哈 你真是 可能飯都沒吃 降工就來跟你做義工 那些猴子 你真是 那些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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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的 我繼續說 我不管那些猴子 你說那些猴子 你是打不到關鬥的 哈哈哈哈 你繼續想說什麼 不打 謝謝 我真心 是很感謝大家 是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第一 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是騙你的 真的很不好意思 第二 第一件事 亦都是因爲你們感動了我 其實我一件事 我不是坦白說 我永遠是說真話 DBC就是一個說真話的 我其實打算 很多人不停在那裡唱我 說我口臭 都無所謂 在那裡唱我 那些猴子 那些人不停在那裡借口 就是因爲大班信不過 為什麼信不過 很簡單 因爲我一個好朋友 他真的決定做特首 我就不信他了 做人呢 有一件事 朋友就是朋友 沒得選擇 除非那個朋友是 作奸犯科 我就可以跟他絕交 我不可以因爲他做特首 我不跟他做朋友 但我做那些什麼 我做那些什麼 是影響了我個人的那個 所謂人格 是沒有的 可以告訴你 是沒有的 倒回頭 至少我都影響了他 開放大氣電波 大哥 你當他真的送我牌給我 你當他是 不是 失之他四年 大哥 被他們玩到殘了 至少他開放大氣電波 他說的 是雪楼政府機密 但我告訴你 是假的 Q仔經常說 政治經濟學爆料 很多是想當然的 但是Q仔理論是很好的 是 但是了就是有時候差一點 Q仔 打機都不像是理會你 唉 你真 黃維基的牌子一定會發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黃維基就是涼粉來的 黃維基當然跟他打同通 在那裡詐詐詐詐詐 所以如果黃維基找你去坐 叫他給牌子去簽 你先不要再收錢 做extra 做卡拉批 沒有所謂 如果要找兩餐就 他兩個在打同通 在拔三尾 好像說到不給了 有一天 這個這樣的大炮精 給我牌的黃維基 那時候那些民望又升 所以你不要相信 因為黃維基是不會做任何事情 去影響了政府施政 只不過有多一個TVB 我告訴你 就是剛才劉世良說的 又是看那些 如果坐輪椅可以追賊的 我也坐輪椅去追一輪俊英 要下台 大哥 老闆 你這樣說 有幾個真 因為蘇錦良不理BBC 但他在早幾天說過 現在的免費電視牌 又好像進入最後一輪俊 一定發給他 你不用擔心 一輪俊英要拿分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發 他的文學 碎到貼地的時候 就發 他不是說ATM 好像我這樣 好像你拿箱子拿錢 沒有錢的時候 他當他是一個… 很快的 很快就推到碟地 不要說 不要浪費電視 我告訴你 總之BBC 一件事 我們去鬥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禮拜是不要我牌 即是我們會認識 但是我律師在那裡說得 那些沒理由不說得 我什麼都不說得 就讓我坐牢 大哥 別人就是很想的 可能 因為高等罷法院 頒佈那個接管令 為什麼法官單方面 申請要頒發的接管令呢 就是因為申請人 申請人有四個 一個叫黃楚彪 一個叫李國章 一個叫李國寶 一個叫黃淺一 他跟法官說 馮華健就是他代表大律師 馮華健是資深大律師 曾經做過港股局主席的 馮華健就是當年 我說九官的時候 嚴重警告商業電台那個人 後來我堅持上訴 取消了那個警告 馮華健在法庭裏法官說什麼呢 他說DBC的牌子 是DBC最大的資產 他說就是怕我們搞二波 這些人在亂說 影響了那個牌子 所以他跟法庭說 和法官保證 他會保持那個牌子 但是如果禮拜天 停播了之後 沒有那個牌子 我已經找了律師 那些人不可以替我告 告那個直管人 好… 他今早是加句髒話的 對不對 他今早不是那麼斯文 好… 我已經向大家承諾了 他說我不要賣給他 吃完就算了 但是我們想慢慢買回來 好… 我們要爭取DBC服務 好… DBC服務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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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傳媒 意見領袖 學者 為何個個都不緊呢 為何那些政黨 每個都躲起來呢 正說Q仔 在那 Q仔其實說話 你平時很大膽 今天你為何不忠厚 你打電話叫那個議員 叫他簽名 那個議員是誰 為何你不說 我幫你說 陳淑莊 陳淑莊 離譜 他現在走到商台 他走到商台做替工 不是打電話 因為前晚呢 我們這個廣場 參這個 學民思潮 我見到學員 我問我可以 出席幾個字 在那個廣告呢 就是落個名 在那個廣告 但他告訴我 因為他在商業工作 所以不方便 但是今天吳明林 是新城的僱員 都來我們DBC7 陳淑莊 陳淑莊 我告訴你 我認識他很久 我真是 又是 慈窮節乃營 這個人 為何我要操他出來罵 笑他 你懂得說 道磚練習 你懂得說 慈窮節乃營 道磚練習 我懂得唸 陳淑莊 我幫他 我至少支持他 我拿一支咪 這次不用說 這些垃圾會議員 每個人都好像不敢拜我 我以前做十點前特首的時候 跟話說 我給我吃菜 我免得說他 我說給你一件事 你最知道他吃菜 他請我吃飯 你這樣也記得 我說給他吃飯 我說給我吃飯 很濃烈 是很濃烈 那你有沒有吃呢 他用他的筷子 還是功筷 哎呀 你真是在吃人口水嗎 我記得你好像不喜歡吃殘廢餐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有時的人 時侯不像現在 一個人 經常說 他請我吃飯 他當時做律政司 兩個人 和阿健做律政司 你不要嚇一跳 你不要嚇一跳 我怕會承認 他做律政司 都是叫律政司 我吃完一家人 OK 兩個猴子就在中上吃 不是在小孩 酒店開了一間房間 兩學猴子 有幾分 兩個人吃飯 我跟那些人吃飯是怪的 那時候出雞 他也是想我罵他少些 你給我送給我 大哥 我需要嗎 你明白嗎 我不是說出來 我覺得這些人 你現在不是說出來嗎 我不是說出來笑他 我只是叫笑 你 說回陳淑莊 我興奮的是甚麼 他 在GBC還沒倒閉的時候 他就要來做接駁 游清源找他做大龍褲 那些龍褲大賊 現在GBC倒閉 他去桑頭做替工 不要緊的 那些龍褲大賣 他以為和人很老朋友 他很幼稚 他很可愛 他每天都當他很幼稚 他不說幼稚 他很可愛 他很純品和可愛 大家是不是 做得到GBC 是呀 我都和你鬥 我經常都和他鬥 他不戴眼識人 他個個都當老朋友 以為很甜 他叫鬼真粉 打給陳淑莊 都不是打給他 是呀 是呀 人家說得到 警察有些事情做 我都不認識你 他竟然敢說 我有 你不要 他竟然敢 第一 你在商台做 和你支持聯運自由 有甚麼問題 第二 我好像聽到Q仔 有說一句 但我現在忘記了 他有位大律師 不方便簽我 是 不如有名 有簽 沒有 沒有 我聽過你講的 你講誰 Q仔想不上去 加入戰斷 不是 有一件事 不要 你聽話很不清楚 這位都很正常 我前天坐在那個箱上 你知道嗎 坐在箱上 陳桑入來經過 我便要求他出席 昨天的記憶會 還有 下個名字在Poser上 他便告訴我 因為他在商台做事 不方便 他是很支持我們 不過他不幫助你 他也很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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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罵你 他很傻 不是針對某個人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又撒亂了歌病 給你們兩個人 我沒有出聲 為甚麼 你不傻 我現在在監聽 我現在在監聽 我提我 你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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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人見到DBC 這個很嚴肅 被人快要倒閉了 不出聲 我經常都看不起讀書人 他找個理由 他告訴我們 為甚麼我不刪DBC 因為你不刪DBC 就等於你不刪自由 你很簡單 他便找些理由出來 那是一群壞人 風梯針 口臭 不讓人說話 就像那天一樣 這個是劉慧卿 劉慧卿今天… 小班本來是要來的 如果不是 他為甚麼不來呢 他為甚麼不來呢 他罵小班 不就而去 然後說 這些叫言論自由嗎 那就是不用支持別人 DBC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小班都在 其實小班留了十分鐘 給他說話 他拿著他的手袋走了 很多人是找借口的 和大班反面 我氣你大班 我不支持你小班 那就不用支持DBC了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言論自由就是言論自由 不是一個人的關係 那為甚麼那些人不支持我們呢 完全和鄭敬河沒有關係 是欺人真還欺人真 當我是十點前特首的時候 連送都夾給我 為甚麼欺人真 是差在你幫我穿鞋子 那理由是甚麼呢 他是香港腳的 我沒有的 我香港出生的 我不是梁振英雲 梁振英雲 是在山東偷渡下來的 他在山東英國 他找他爸爸來做警察 只是高大威馬 山東人 聽話 不懂那個人都說 我提醒你 你不要拆開 我怕你又忘記了說甚麼 我當然是記得 OK 你講開甚麼 我講開你指著我 我當我是劉慧� 我聽說我聽說那些人不拆開 你穿鞋子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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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無謂用的 你穿鞋子那裡 你知你說話多久了 大哥 你今天停了 你停了 你穿鞋子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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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晚很豐富的節目 原因很簡單 除了政府 不喜歡我們監察他 這些政黨 和一些團體 壓力團體 民間組織 他們都不喜歡我們監察他們 鞋子那裡 每天罵人 他和我結了一些怨 我自己結了一些 什麼人都罵了他 一上網看看就知道 誰不來 因為鞋子那裡 誰不來 因為鞋子那裡 你不要這樣 真的 上網看看 那你… 那你… 那劉慧卿就罵了你 那你罵了你 那你罵了一個 哎呀… 你罵了我 那我都罵了就是了 其實全部找借口 他就不喜歡有一把聲音 是突出的 是獨立的 是錄親不認的 你做錯了事 你騙了市民 我們就要踢爆你 包括傳媒機構 他就是不要有DBC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不要中計 當然你不會中計 你不會中計 就不會坐在那裡了 所以我是很多謝大家 我希望大家記住一件事 我為何用了這麼多時間去說呢 就告訴大家 我希望 既然你來這裡支持我 不單止那個人來 你的心 甚至捐錢 我想告訴你 你沒有錯的 你支持DBC 是完全沒有錯的 我是完全可以保證 DBC 如果能夠復活的話 如果我們把聲音留住的話 我們會繼續堅持DBC的精神 無論在什麼平台 我們都是用這種精神去做電台 這個就是大家支持我們的原因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你沒有錯的 你絕對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們就是要爭取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支持言論自由 我第七次封咪 那是怎樣的 你不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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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十次咪 封得幾次 我都幾十歐 我希望 身火相傳 希望一天 阿Lon走來這裡做節目 阿Lon就在這裡 我還有很多個 這些DBC同學會 我們沒有機會 我答應了他們 星期六 逢星期六找他們來做節目 我跟他們玩的 但現在沒有機會 遲些阿Lon 等你明天升班 我們很相信 好像黃之鋒這樣的同學 也是將會 黃之鋒在哪裡 這個廣播界 可以是接待 不要這麼老實 一萬人在這裡 你說開人數 阿大班 上來… 陳景輝在這裡 陳景輝在等著你下台 他就想你做節目 我走了 是啊 就想叫你走 舊宗換班 是啊 換班之前 陳景輝 我看到他要說 很多人找陳景輝 來做藉口無知識大班 他被人擺上台 我想告訴大家 我跟他沒事的 我們是有爭吵 他也是因為我一些作風 忽奏於他 這個事實 有性加強 但是我尊重他 他也尊重他 他不尊重我 他會不會站在這裡 今天 但是被人擺上台 這個毛孟靜 正藍無狗 他被人走鬼 毛孟靜 叫什麼呢 我跟他一次去中大講課 他很厲害 這天講課 大家讀過書 第一天的先生 就走上去黑板 寫著毛孟靜三字 自己的名字 你看那些花孟靜的戲也有 也有 Mr. Smith 那些 毛孟靜三字 我一看 然後讀著 靜蠻霧 他那天跑去電台 DBC有言論自由 大群萬天眾 毛孟靜三字 打電話給陳靜蠻 干預他 要編集自尊 干預言論自由 大哥 你不撐我 就算了 放陳靜蠻上台做什麼 我毛孟靜不撐你 我支持他 你不要放這個小孩 放他上台 好嗎 警輝在這個明報寫天島 我多喜歡這個 不是的 那天毛孟靜也有 你看我們電台說的 大群 大群 除了我們在廣場 我們在後面 我看見小華 越來越多的市民 在後面也非常守秩序 參加我們今天的活動 我們給大家掌聲 還有呢 我也希望大群你走過來這裡 為什麼呢 我們安排了公公婆婆 椅子的義工很好 讓他們坐 他很想大群你看他們一眼 揮手打個招呼在後面 我下去找他們 都可以 我給他一個麥克風來我走 好 好 等一下 待會兒大群 其實有一位 立法議員等了很久 其實他下一個有任務 他現在先把麥克風交給馮檢基 我先給點掌聲 馮檢基 好 大家好 多謝基哥 我第一次認識大群 就是94年的龍門鎮 第一次在龍門鎮 開始時是滿島抽筋的 就是因為大群和黃雄文 由幾次開始改變呢 那一次就請了馮檢基 三對一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 找機會上Youtube看回 三把聲 第一把聲 我完全不弱 因為大家鬥大聲 那大家完全可以聽不到 究竟那個節目在說什麼 但是自從那個龍門鎮開始 就龍門鎮紅起上來 黃雄文曾經跟我說 沒有馮檢基 沒有龍門鎮 但是也都自從那一次開始 就大幫餐餐語獲 在哪裏的語獲呢 相同 我說被這些丁偶經砌我的 遲早有天砌關我 但是今天 大家知道我還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不是關什麼原因呢 那裏 大幫在這次的立法會選舉 各位 就著在這裏的DBC電台那套話呢 各位聽眾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超級的選舉 有兩隻動物在這裡爭 一隻是什麼 老鼠 另一隻是什麼 蟑螂 蟑螂 蟑螂是誰 紅劍機 我竟然被牠識穿了 我是蟑螂 蟑螂是什麼來的 小強啊 小強啊 小強是什麼 生命力強啊 那當然大家知道 我們認識了十幾二十年 二十年差不多 十八年 那這十八年裏面呢 大班 如果我都不夠 都不知道怎麼數了 蟑螂機的東西你又不行 那天又不行 那天又壞 你做聯絡會又不對 你進去什麼 國家機器做什麼籌委又不對 一直都不時的批評 那對我來說 做一個政治人呢 其實能夠聽到不同的聲音 聽到不同的批評 其實越是你的對手批評你呢 越是你批評你的地方 就是你的弱點 你絕對應該要自己檢討一下 我的弱點有沒有問題 怎樣去改善改革 我以為我們的特區政府 是香港人的政府 它應該聽到香港人的批評 越批評你的人 越是你的對手的批評 越是你甚至敵人的批評 越是你的要害 越是你的弱點 越是你要改革的地方 相反 我們的特區政府 是完全聽不入耳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他不知道自己的弱點 他不懂得改革 這個政府怎麼管得好香港呢 今天大家經常都坐一種正總 是對的 大家沒有走到隔壁坐在立法會 因為立法會現在來說呢 是完全不成比例 我們民主派拿52%的票 但是我拿到是不夠四成的議席 好多東西一舉手我們就輸 今天原本要我們只准提一個修訂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拖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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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下個星期才投票 但是一投票又怎樣呢 輸定 有人問你輸定 你還做什麼議員呢 立法會還有什麼用呢 我告訴大家 我們八十年代 當年立法會沒得選 市政要沒得選 我們提出位置之戰 哪個位置有功能 哪個位置有些的能力 哪個位置給我們一分力量 那一分力量 那個位置 我們都要爭取 這個叫做位置之戰 今天開放到立法會 這些位置 只要我們能夠 在這個位置上面發揮一點的力量 一點的光輝呢 都要拆 都要拿 當然 大家看到這些 梁振英上台以來 梁振英幾宗的事件 都是跟他自己的 聽中央的任務有關 包括國民教育 包括東北的事件 東北的新界的規劃事件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作為立法會 沒有辦法制止到他 因為我們不夠四成的票 但是作為立法會 我們可以逼到政府兩件事 第一 你要提供足夠的資料 數據文件出來 給市民知道 讓市民去更加清楚的事的事實 我們的第一個功能 擠牙膏 我們繼續要擠多些資料出來 第二個功能 有時事件發生了 不是大家馬上明白了解的 我們需要時間的 需要發酵的 大家看那部戲叫做 讓子彈飛沒有 讓子彈飛的意思 開了槍 它需要一段時間 那顆子彈的效應才出來 立法會 就能夠提到這個 給效應出現的時間 所以我們覺得 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要重視這個位置 和真正配合到 讓子彈飛的時間出現 最後 要立法會 改變一些大的問題 原則問題 是做不到的 我們最後要靠群眾 所以我覺得最後 我們要議會內外相結合 屢應外合 去將那件事件 發揮到 發酵到成果出來 國民教育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一個典範 現在接下來的事件 是大氣電波的功用 如何處理 大家剛才都聽我說過 但是大班對我來說 很會欺負我憎的 很會生氣他的 有時候我吃死貓的 有他說沒有我說的 但是我都想上個禮拜 他們最後播放那天 我去打電話進來 那晚去電台支持他 昨天開記者職後會 我支持他 我支持他 不是單止是大班這個人 因為大班這個人都重要的 香港能夠有大班的聲音 證明香港是可以融入不同的聲音 證明香港是還有一個兩制 第二當然更加重要的就是 這個數碼廣播 是一個新科技 新的形式 更加清晰地 可以給我們市民 可以多餘廣播的一個很重要的渠道 要組織這個渠道 和請到整大班升級的那些DJ 或者是主持人 是不容易大班做到 我們應該要讓這個大氣電波繼續存在 這個大氣電波是大班的 也是我們香港市民的 我們不容許消失 要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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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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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麻煩各位 廣場是令人激昂的 令人亢奮的 不過要將這些亢奮激昂 化成一種持續力量 不容易 所以今晚要來 明天要來 後日更加要來 我們聽完大班剛才 因為很多廢話 但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們復播不是口號 正如有經驗 子彈發出去了 讓子彈落在要害地方 我們要買起DBC 全面擁有DBC 揚子彈屬於黑暗劑的DBC 不是給有錢的DBC 不是很多錢的 現在是法力的關卡 唯有透過民間力量 議會力量 香港的良心去發酵 能夠跨過法律的關卡 將DBC我們真正的擁有 好 所以 訴訟基金 是重要的 既是實質的經濟支持 與一種民意的匯集 不要小看一分一毫 我們就要將DBC 放回來 所以跟著介紹出場的 一位牧師 主要明目 前晚 今晚 今晚去到DBC 我們為DBC祈禱 為大班祈禱 大班和何國輝都在場 好 將麥交給朱牧 先 各位 六月開始 我也有份參與DBC的直播 我們那個時間 叫做《恩典師合》 我感覺到 上帝所賜你的恩典 讓教會 讓信徒 可以透過這個大氣電波 分享一些教會 對社會事實的看法 亦都對市民 各種問題的關注 而表達意見 DBC 我感覺他很親切的 因為當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見到很多少數族裔的人 都在做節目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平台 在一個電力大波當中 對少數族裔的關心 對宗教界的表達平台 在這裏打造起 各位 我們支持DBC 最重要是透過這個大氣電波 是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發聲 讓所有被瓦制的聲音都能夠被聽見 我們過去對各種的霸權已經受夠了 我們對地產霸權 對今天擁有錢財的人 可以隨時賣起我們的衣食自由 今天連大氣電波都要壟斷 從這裡 走遲別視 是環星二汶 希望能透過這個大氣電波 能夠重建人民的聲音 讓人民的聲音 可以抵擇到政府裏面 法會我們知道已經貴了 你怎樣舉手 你怎樣投票都會輸的 20個委員會輸了16個 這個不是現在出現的 甚至在15、20年前 民建聯會在地方組織分區委會都立小席的 所有的事情都想狼掘以來 而壟斷整個的香港 民意不能夠表達 還聖以民 讓我們的聲音迎海能夠達到政府那裡 讓我們的聲音 可以迫使議員聽我們的聲音 不是打鼓鼓轉票 各位 拓DBC是讓我們的聲音 能夠發揮 老人家要審查的 今天很多的老人家去申請療養院 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等到死都沒有辦法進去的 整個社會對低下階層的關心 真的沒有辦法進去的 今天有個調查出來 在這個時間 各位拓DBC 橫聲以民 給大家聽 好 多謝支牧師 好 那海琦又有宣布 好 我告訴大家 大家給了一掌聲 我們一個好同事 李錦鴻前輩 他每一個早上的影片都告訴我 一定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要去保護我們這個自由民主的平台 可以繼續為弱勢社群發聲 再一次李錦鴻 多謝你前輩 在這裡 因為我要早休息了 明天要做新聞天地 好 再見 大家明天想不想聽新聞天地 好 好 在我準備交個時間 給我們 我們以前的好同事 如果DBC有機會復播 我真的很希望他們能夠回來 繼續為民發聲 那就是有今晚起義的80號 大家好 好 陳景輩 我們要連綿不絕的掌聲 好… 不用… 緣人 Kitty Kitty明天還要做女王頭 對了 葉寶林 我們的美女民主歷神 我們挺念念不絕的 因為念念不絕在這裡 不停地參與 好 先讓我宣布幾件事 很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唱 待會我們完成這個節目之後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些朋友 為我們表演的 今天是星期五晚 為了體諒大家 可能在明天 或者會要上班 或者繼續要去學習 不要緊 你待會完了之後 你可以回去休息 不過我非常非常深切地 懇請你們 明天後日都會繼續來參加DBC 不要忘記我們今天 為何要站在這裡 我們就有這麼多群眾在這裡 好 因為我一定要再一次多謝那些 因為我們這個運動 所以他們遠從台灣 北京 新加坡 加拿大 坐飛機回來 要支持我們的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更加要多謝 我講一個小片段 給大家知道 我們有一位基層的市民 一位嬸嬸 她說 我自己也是夠吃的 我自己 雖然我沒有錢去支持你們 但我是賣種的 她今天推了一車種來 希望能夠慰藉我們這些員工 和我們的同事 因為我們一種就在後面 但其實我們也有吃飯的 也很感謝很多市民 比如剛才由元朗買來的燒肉 我們非常感謝 有餅乾 我們 我代表DBC 衷心都是大家 我想說 如果哪一個肚餓 請你不要客氣 你可以走來我們後台 我們是有食物在這裡的 我們也有水在這裡的 如果你有什麼頭暈申請的話 也要立刻告訴我 或者你發覺你身邊有什麼 市民 如果有些不妥的話 記得要大聲呼喊 我們有個急救站在後面 好嗎 現在請你們繼續聽他們發聲 我們給你們時間 80號 今晚起 好 感謝凱琪 剛才凱琪說的種 真的很多 因為 剛才姨姨在門口 我拉著波仔和我 然後就說 可不可以帶他進來 我們幫忙 推著他輛車進來 在車仔裡 拿些種子 拿了很多種油 所以在場的朋友 如果肚餓的話 真的在後面幫忙 一起吃些種子 阿姨姨親自說 他特地自己包過來 是給我們在場的朋友 以及給DBC上下的員工 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支持DBC 好 剛才小米又給我一個信息 因為在現場 我們只是有一個箱 給大家支持我們 我們是沒有賣書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見到有人在賣書 又或者沒有拿著 有橫聲淤文的字影的箱 所以說大家要留意 要認清是我們DBC的義工才好 給錢下去好嗎 大家留意了 其實我禮拜三 前天才來完公民廣場 今天又要來到 我覺得我們已經活化了這個地方 本來這裡是冷冰冰的 我記得我們剛剛 做80後的節目的時候 曾經有一班主持人 講笑就說 如果我們晚上11點 9點多開始做節目 那平日那些遊行 示威 集會 我們就沒有機會去 因為雖知道 很多時候這些行動 都是深夜 就是晚上進行 誰知道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廣播界 或者香港歷史上一個 很誇張和魔幻的事情 竟然有一個電台 來到廣場那裡做集會 並且有成千上萬的聽眾 是過來支持 我覺得這個真是將 整個公民廣場 或整個廣播界 推向另一個位置 我想我們那時候 將節目改名為 80後今晚起義 原來其實是說今晚 對 我當然是 今晚起義 就預計了 原來我們是換DV 才會受到人打壓 所以我們今晚一起過來起義 所以今晚的聽眾和我們 就在這裡今晚起義 好 星期三 其實來到公民廣場 前 鄧敬輝也找我 好不好 趕早八點鐘 來到數碼港做節目 我心想 死火了 八點鐘去到數碼港 之後還要去霸場 我來這裡 在跟別人交戰 在公民廣場這裡 但見到DV 好了 好了 我六點多起床 就走到過來 做完節目之後 鄭家佛問我 我們有些同事 我在想 好不好 星期五開始 就有個集會 在公民廣場那裡 你覺得會有多少人 我說 一定過萬 我們現在看到 都已經坐了出馬路 天橋上也有很多人 我們說 我們今晚 星期五之後 星期六、星期日 會不會有更多的人 來到公民廣場 支持DVC 我覺得今晚不夠多 我也覺得要再多些 明天帶多幾個朋友來好不好 還明天應該現在 就打電話 叫不同的親朋友 職友 和你們一起聽DVC的朋友 現在就來到公民廣場 一起撐DVC 好 其實今晚也有很多意外 我們這些 在公民廣場那裡 一邊也不意外 但我也是很意外 在年來 我們小時候 開始聽的海旗 連麥sir 麥sir 也要走到來上街 麥sir 原來很有社會運動的潛質 他看到大家 剛才也看到很多公公婆 和麥sir說話就哭了 我也想不到今天 原來各位DVC 都可以因為有些事 大家一起走出來 這個很厲害 我懷疑有很多人 聽到這個 星空奇語 答答理 答答理 還有很多聽到 海旗的天空的朋友 我今天還未出來之前 看直播 哇 海旗喊口號 這個真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我想是從來都沒有見過的 難怪 你剛才在下面抓著海旗 下次集會可以喊你一齊來 因為大家不知道 其實在這次整個運動 大家經常都說 不是撐大班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那些 我們平時 甚麼叫起義呢 我覺得起義 不是那些起乖義的人 起義 是吧 又是你們班人起義 而是說 一些你沒有想過 起義的人 都會起義 所以剛才 我見到剛才 大家提到馬警察 我完全沒有想到 馬警察站出來 因為其實我以前 在DBC裏做的時候 他叫陳景輝 我在星空奇語鐵達尼 之前前後見到他 我都會帶三分敬意的 因為你知道馬警察 是不是 就是巡巡線有 我們這些下一代 那我們這些就好像 就是會去示威現場 公民廣場 會示威 但是呢 這次整個DBC伏播運動 最厲害的 首先 就是平時我們想不到 那些會參加運動的朋友 都加入了來 譬如 陳凱琪 譬如 麥強壽 譬如 蔡浩良 譬如 林基穎 很多很多 很重要的 BJ 平時就好像 你真是想像不到 剛才李錦鴻 是不是 他新聞天地的聲音 是很慈性 很中性的 但是剛才他上來 很明顯 就比李卓人厲害了 對不對 除了DJ之外 我覺得就是聽眾 因為上一代 Sorry 你用我分代 下一代和上一代 上一代人會說 聽收音機那些人 都是不動的 都只是在收音機前面 不發聲 只是聽聽 但是今天 我看到不是 因為我們聽眾 和主持都會站出來 討歸我們自己的權利 第一個我很想介紹的人 叫李麗蕊 為甚麼呢 不用我介紹的 我真是大言不慘 但是我想說甚麼 我想說 今早我 這幾天我都扭開收音機 聽快活人 我聽到有把聲 很靜氣 做電台的時候 打一些歌是有意思 是告訴我們 甚麼叫做公義 甚麼叫我們做一個正確的人 因為傳統 剛才劉細良也有說 嘻嘻嘻嘻 就是開收音機 笑完一頓死就算 但是我看到 當你扭開DBC 我不知道你會否覺得 我作為一個聽眾 我真的會覺得 阿裔 我覺得扭開DBC那一刻 是有正氣的感覺 聽那些人有正氣 說那些人更加有正氣 所以阿裔 二波 是不是已經超越了 我們傳統想像 可能一個DJ 或者DJ 原來聽眾要來公民廣場 是不是 你是怎樣看這件事 易熱播 掌聲 請 我覺得 來到這個台 在一百度今晚起 有個門檻 就是人人都要叫他口號 我們有沒有聽過李麗裔叫口號 直到那裡 橫聲音聞反對面 我們一起跟李麗裔叫他口號 好嗎 好 大家請準備 他事前是不知道的 對了 不過在這裡的話 我首先覺得非常非常非常之感動 因為 怎樣 我和你們也是一樣 我是第一次參加這些運動 我是第一次要站出來出聲 因為我以為我們有DBC數碼廣播的電台 我們所說的正義的聲音 我們所說的真相 我們所說的良心的說話 是會被人聽到的 但原來發覺 有些人聽不到 是嗎 是 是 是 為甚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要站在這裡的話 我要親身去見證每一位的朋友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朋友都真的給自己一個掌聲 非常之感動 看到一個這樣的場面 我們謝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你們 我今天不想哭 因為我今天覺得非常之開心 我們為了捍衛我們自己的聲音 我們捍衛我們自己的言論自由 全部的香港人站出來 所以知道你們是多麼可愛 既然一些這樣的80後 我就70前的 我一樣今天來到這裡 有下午我們做完節目 都一直來到這裡 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都是小事 但是如果能夠帶領著這麼多位的朋友 大家一起喊口號的話 這個絕對是我這一生的人的驕傲 好 我們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齊聲一點 一起大聲一點叫 我們希望我們的聲音 可以讓他們聽到 好 準備 好 橫性愚問 橫性愚問 反對滅聲 反對滅聲 對 我愛你們 再見 不要走 其實我想問你 因為我作為一個聽眾 是 之前也有聽法會人 真的 但這段時間二播 我聽到有些不同的氣氛和感覺 大家能否覺得 對 你可以說是否是怎樣的 這段時間二播 你跟梁繼章他們 我感覺的氣氛 就是能夠感受到的就是 DBC的大家庭 是我以往真的做過很多個不同的公司 或者是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尤其是二播的時候 你更加會見到 大家都拿著肚皮 是 我們沒有糧出 但我們仍然是要每一天 駕駛車走三條隧道 回到我們的數碼廣播 我們回到我們的數碼廣播 希望可以將我們這一份的感覺 我們這一份的情懷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 都是我們現場每一位的朋友 一路都支持我們DBC的每一位的朋友 你們真是感動了我們 我們做的事很少 但是你們這一份的感情 我覺得相信是 永遠都會寫了在大家的心中裡面 無論我覺得 未來的日子會是怎樣的話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們這一個的種子 已經是中了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是不是 是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如果可以的話 叫多些朋友來支持 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心情去支持 可以用不同的態度去支持 但是你們在這裡的話 我們實際上真的要再次講聲 多謝了… 我們繼續撐下去好不好 好… 好…謝謝… 謝謝… 我愛你… 好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這場運動 其實提醒了我一件事 有錢不是很大 那些不知甚麼的股東 就走出來… 鄭經河不能說我講 就走出來就說 那些沒錢都做主持的人 是甚麼人來的 是不是會搞亂電台的 所以第一批我們今晚起 而要找那些起義的人 就是二部的DJ 下一位林忌韻 你們是否搞亂電台的林忌韻 立刻拍照 是… 你們說呢… 最大的分數 大過分 喂呀… 你這樣抽吻吻水 我在後面看得很妒忌 其實在過去幾天 我所負責的角色 都是很微不足道的 比起很多台北幕後的工作人員 我只是一個很細微的接線生 但是在過往幾天 我是接到很多很多很多聽眾的電話 他們每一個聲音給我 都是非常之感動的 超過八成的聽眾打電話來 第一句跟我說的 就是一些很鼓勵的說話 他們還沒說的 就已經是很戰鬥的聲音 是哭著 我是可愛打電話來的 或者他打開口就說 我是一名的失明人士 我是傷殘人士 又或者是一些抑鬱症的病人 對於他們來講 他們從來都沒有怨言 對於這個社會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自己是一個很弱小的社群 是從來沒有影響力的 所以他們是沒有利用到任何的台道 來幫自己發誓 但是他說到了這個時間 他們已經是忍無可忍了 原來聲音的打壓 可以影響到他們 即使一個這麼卑微的要求 他們只是希望靜靜地去家 透過失明機 透過聲音去認識這個社會 去知道這個社會 都不能夠他們覺得很心痛 所以他們每一個電話 打電話來的時候 都令到我其實是眼紅紅眼濕濕的 有沒有一些特別令你印象深刻的電話 他們都真的很有心 有一位太太 她跟我說 其實她一直都很支持我們DBC 但是因為她自己相對 有點毛病 不是很方便搭飛機 但是她已經叫了她的先生 在昨晚已經是上載機來香港 我相信她可能明晚 就會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坐 是我的 所以我聽到之後 真的覺得很感動很感動 我想說 因為我還是比較早入DBC的同志 最初我們還沒有節目 我跟林紀韻經常坐在旁邊 我們很討厭 我記得林紀韻是做什麼節目 如果大家有聽說 他是做婚紗 是說結婚很漂亮的婚紗 婚禮 對…擺下酒 扮漂亮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今晚起義 上得來台要做一件事 我想請你帶我們 喊一句口號 用你很漂亮的方法 有一個很漂亮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要漂亮的話 最重要是要由心出發 相信今晚有來到正中這個地方的 香港市民 你們已經有一個很美麗 很純真、很善良的心 只要我們大家閉起雙眼 去想一想究竟自己這麼夢想是什麼 我們香港人曾經擁有過的言論自由 現在已經越來越罕牛了 我們就用這個心來去喊好不好 好 可以很溫柔的 你很溫柔的 但我們喊一次一陣子 好 我們溫柔的 希望我們後面這一班人 可以聽得很清楚 希望我們能夠感動到他們 雖然這個可能是一個奇蹟 不太懂 反對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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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聲於民 wahr parity 多謝大家,很多謝大家 謝謝 今晚真是頂替 林紀穎也在喊口號,很棒 謝謝… 我有時候11時多進直播室 然後阿韻韻就會在直播室裡 我就會很甜蜜地跟林紀穎打招呼 我覺得林紀穎今天也出來喊口號 這是一個奇蹟 然後拍到我的拍檔,Louisa和Nicole 做完80後的節目之後 我在一台做女王頭老襯弟 莎姐,你們知道這裡 我們的聽眾傻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每晚11時,我們的聽眾 自己在Facebook上 就跟我們的女王頭說 hello 她走到說 Hello,莎姐,Hello,韓姐,Hello,Kitty 每晚都是這樣的 但節目已經結束了 已經可以做了 但他們仍然每一晚都是這樣 剛才來到也有聽眾跟我們打招呼 我也很想問一下莎姐 今天來到這個政府中部 在這個公民廣場 我們應該都從來沒有試過 在戶外的地方這樣 跟群眾這麼近距離接觸 你現在的心情是怎樣呢 其實每晚我們做節目 我們是深夜11時至1時的 我們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聽 但我們用心去做每一個節目 說每一句話都是從心而發 但今天真的見到這麼多人 原來在這個商機的背後 我們有這麼多支持者 我是很感動 因為每一晚 其實我做一個電台節目是第一次 因為我一向都是一個 這麼多年的傳媒人 還要是做一個英文的傳媒人 對我來說做一個中文的節目 是有多困難 我每一晚都在準備 那個功夫想說什麼 將一些東西可以 好命從簡 心意淺出 深入淺出 深入淺出 這樣說出來 所以希望打動到每一個人的心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有趣的 就是講一個 香港沒有這一類的節目 這麽多年以來 就是講性的節目 性的節目 其實我們不是只講性 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講包容 講自由的空間 講個人的選擇的自由 其實這個深入節目 是跟生活很有識識相關的 跟今天也很識識相關 因為不是只講一個 自己的選擇 在講自由的空間 每一個人的選擇 今天我見到這麽多人在面前 我現在可以 觀察一下 可以見到 原來我們三個背後 有這麽多支持者 這麽多人是認同 我們每一個人有個選擇 有自由的空間 在我來講 作為一個西部 英文的報紙 自由的空間很重要 我們經常說自由的空間 好像一個信封 如果信封的話 你不開它的話 信封不會很窄的 沒有空間 但如果要吹開它的話 我們可以叫做 end room space 信封的空間可以吹大 如果我們不做這個動作 吹大空間 我們永遠都不知 我們自由的空間有幾多 所以每個人都要用一個口氣 去吹大信封的空間 就知道你的自由空間有幾多 每個人都需要有 就是我們entitement 我們是值得有這個個人的自由 個人的選擇 言論的自由 我想如果我們只是主持人 或者只是一部分的人 吹這口氣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大家 和我們一起吹這口氣 可以擴復我們言論和自由的空間 另外還有Nicole在旁邊 Nicole是中途加入女王頭 我想你有沒有想過 做下一節目要做到上來 公民廣場搞集會 是嗎 是啊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其實這麼多人來到這個政總集會 有沒有人聽過我的聲音的 有的 好感動 其實我短短只是來了DBC 即是一個月 我也覺得很榮幸 可以去到一個 真是可以自由發聲的電台 當然我之前都去過很多不同的電台 去提及過 去提及過一些性話題 或者兩性的話題的節目 唯一一個真是可以 給我真正自由發聲的電台 只是只有DBC一家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而那種感動 我是覺得今晚在座 都穿黑衣 和我們一樣 對吧 很團結 DBC是一個很團結的電台 我覺得是 短短我來了一個多兩個月 所以我真正感受到你們 你們給到我的愛 聽眾給我的愛 或者是兩位partner給我的愛 我會見到更多東西 都是讓我覺得知道原來 一把這麼小的聲音 可以說給你們聽的東西的感應力 可以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 很多謝大家今晚會過來這個集會 橫聲於民 反對面聲音 我希望大家 可以 你們要喊口號 是喊口號 不要整間 我們要喊口號 每個人都要見到我們 是不是 野性魔都不可以 我們交給莎姐 野性魔 喊下今晚的口號 我沒想過一個中文的口號 不過我覺得 從心而發 我覺得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們爭取自由 橫聲於民 我們爭取自由的空間 橫聲於民 爭取自由的空間 好 我們叫一個口號 說橫聲於民 反對滅聲 橫聲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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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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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